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先不说季摇 你看昭儿姐这封信里 有没有半点对季摇有情的意思 我反倒觉得她心里是不想嫁的 不过是我的意愿 再加上顾家的意愿 她不能拒绝罢了 我是不想强求这孩子的 你再想想 这信是怎么来的 昭儿姐一个规格小姐 姬摇连我都瞒得住 怎么可能会让瑶姐知道了去的 苏妈妈妄想既无事 既无事继续的 这后面肯定还有个人 罗太想用这个孩子来威胁我们 怎么会轻易地放手 让赵氏抱着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找说法呢 但是这个人做到了 吴家远在江南 即便有人知道 吴家是我的外家 他们的名帖又是谁可以轻易拿到的 赵氏一个名帘而已 哪里来到吴家的名帖 如果此人是想针对季家 为什么不大张旗鼓闹上门来 还是找了赵氏偷偷偷偷上门 这个人又为什么把这些事告诉昭儿姐 你再仔细想想 这人是不是处处地维护着昭儿姐 那此人是谁 怎样要护着表小姐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这样一个人护着昭儿姐 实在不简单啊 赵儿姐越发懂事成熟 瞒着我的事也不少 至少她在心里完全没有提到此人是谁 里面的水太深了 我老婆子是看不懂了 瞒着这些事 让赵儿姐嫁过来 她该怎么办呢 如何对那个孩子 我一向对季瑶放心的 出了这样的事我却不敢确定了 她原先厌恶昭儿姐到那种程度 娶了她之后真的会对她好 哼 若是性格不合 两人岂不是还闹出诸多事来 她这一生都太过强势了 总是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对孩子 她不想再干涉季瑶的亲事 也不想强求两个人成亲了 这一切 切看季瑶会怎么做吧 她只能把自己该做的做了 她毕竟是老了 季瑶听了宋妈妈的传话 一时静默 她也不知道 如果锦昭嫁过来 她该如何面对她 或者 让她面对这个孩子 但是 这事情究竟有谁在背后 谁在帮锦昭做这些 她原先想娶顾锦昭 除了觉得 娶着她似乎也不差 更多的是想顺应 顺应了祖母的意思 顺应紧着的生活 她觉得什么 安松怀 王散之流娶了她是害她 那她自己呢 她做过这样的事情 娶她 又不是害了她吗 她虽然没有说介意 但是她怎么可能不介意呢 季瑶看着隔窗外的大雪 她静静地想了很久 顾锦昭对她并没有多余的感情 她能感觉到 但她原以为 两人相处着 渐渐地就能好了 但是出了这样的事 自己还能如常地面对她吗 想到祖母那个伤心失望的样子 她心里也十分难受 当初 她厌恶顾锦昭到何等地步 借着去三合馆里田庄之际 和罗泰私下往来 犯下这等错处 她心里更不确定的是 自己是真的喜欢她 还是不过是青梅竹马的情分 再加上顾锦昭对她的疏远 让她觉得不甘心呢 她原先那么讨厌她 那情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想到那个孩子稚嫩的脸上满是泪水 季瑶闭上眼睛 到了晚上 她才去找了季无事 季无事跟她说 你打算暂且缓下这门亲事也好 我看你们小时候相处起来就是鸡飞狗跳 说不定也是性格不合的 就算亲事不成 你也是她表兄 咱们季家还是她的外家 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变的 不过提亲的事本已经和顾家说好了 咱们突然反悔 得找个合适的说法才行 不能让两家的颜面受到损害 季瑶已经思虑好了 就拿我来说吧 我已经过了十八了 招姐还要半年才能出福 是我们等不了 因为守之而不成 这也说得过去 不过是季家鸣声上吃亏一点 季无事点点头 这是最好的说辞了 不过 顾家那边这样的说辞是搪塞不过去的 季瑶孩子的事 对季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最好还是不要歪传出去 季无事想想就到 赵氏和那个孩子都先留下来 留下孩子 虽然是不能让季家的骨血外流 留下赵氏 则是怕他出了季家会乱说话 孩子就交给你母亲带着 都两岁大了 叫他好的 他就往好的学去了 对外也说是吴家寄养过来的孩子 他毕竟也是你的骨肉 你有空也去看看 季无事想到昨晚那个畏畏缩缩的孩子 就忍不住皱眉 他跟着赵氏那样的人 怎么教养得出好的 那孩子胆小不说 又没有规矩 既然是季家的子孙 可不能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 孩子年龄还小 多教他好的 自然往好的学 渐渐他就会忘了生母了 季瑶点点头 顾家那边 咱们本就是要顶替王赞的提亲 也不能让他们把招姐看清了 我亲自去和顾家说 这个冯氏 最在乎脸面了 季无事心里拿定主意 去给锦昭回了信 季昭得到回信之后看了 点了烛台烧掉 外祖母说 不再强求两人的亲事 他心里松了口气 要是让他面对季摇 实在是也很难 不过 外祖母做出这番决定 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他想了想 提笔回信 安慰外祖母 亲事对他来说倒是无所谓了 前世那一桩亲事已经耗尽他的经历 这一世 他只想做个富贵闲散人 不过 他不嫁给季摇 也要考虑着别的路子 现在 罗永平正在大兴 顾锦昭思良片刻 罗永平来祖家是不方便的 他想亲自去见他 商量一些不好在信里说的事情 但要怎么见 却得好好想想 十二月二日 刚过小寒节气 进入了寒冬最冷的日子 季无事亲自从通州来顾驾 冯氏也笑着相迎 这样冷的天 麻烦老姐跑这一趟 前两日 永阳伯夫人带话来说 季家提信的事要推迟些 他心里还疑惑着 这看到季无事来访 他心里更是不安了 要不是事态严重 季无事怎么可能亲自上门来 季无事亲自上门来 那就是 先矮的他一劫 多年不见你 我也是想着老姐的 身后跟着的婆子 抬了一尊小叶子坛目的佛像上来 老姐喜欢礼佛 这尊子坛佛像虽不算名贵 却也是有些年头了 冯氏看了一眼这尊子坛佛像 心里就是一跳 这样的木质和光泽 千金之数不止 冯氏又让人把顾锦钊等人请来拜见季无事 两人进了西四间 关上门说话 季无事把不打算提信的事都说清楚了 又说了几句赔礼的话 冯氏一时愣住了 这亲事不都要说定了吗 怎么说谎就谎的 季无事又继续说 是咱们原先没有打算好 摇根想早些成亲 赵姐呢 却还要守半年的孝妻 这日子上是等不得的 我这老婆子心里也愧疚 要是老姐愿意 等赵姐出嫁的时候 我来多补贴她的天香 哈哈 老姐要是能给金昭 闭得一门好亲事 我可要感激不尽的 知道谷家在堡底有家书斋 正巧在古兰坊上 我可要在老姐那里多照顾生意了 老姐若有苦衷 我也能理解 亲事不成也不伤了两家的和气 毕竟还是亲家 只是少不得 紧招那孩子要失望了 我那生意上也没有什么照顾不照顾的 老姐喜欢什么尽管去取好了 季无事不想提亲了 肯定不是因为顾紧招在守志 要是因为守志 她早就该考虑到了 而且季摇年过十八还没有成亲 还怕这一天两天的 这其中肯定有隐情 但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季无事不说 她自然不知道 而且 季无事这话说得周到 是想给顾家补偿 她当然不认为 季无事所说的照顾生意 只是去她顾家的书斋 多买几方宴台而已 那肯定是有实质性的补偿 但这一切 也要建立在她给紧招说一门好亲事的情况下 季无事这是要拿捏她 重视顾紧招的亲事呀 她做事 不喜欢别人来干涉 但是 季无事这话说得舒服 也给足了她面子 冯氏便顺着台阶下了 季家这门亲事好 没了确实可惜 但是人家不想再提清了 她也没有办法 反正 这季家开了个头 招姐的亲事应该会好走些 过了会儿 顾紧招等人过来请安 季无事又和冯氏说了一回字话 拉着紧招的手回了颜袖堂 季无事这是第一次瞧她在大兴的住处 看了也觉得满意 虽说不宽敞 但也不值得雅致 她也不算太亏待你 紧招笑了笑 请季无事坐在大炕上 我刚做了胡桃人饼 这就给您端去 一会儿父亲和容哥还要来拜见您呢 季无事拉着顾紧招的手 望着她摇摇头 别麻烦了 外祖母不想吃 我这过来呢 是想和你说说话的 你二表哥的事 外祖母知道你心里自有度量 但你也要小心着 这人帮你做这些 可别是有什么坏的企图啊 顾紧招摸到既无事手上的保险 心道外祖母是个明白人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就说 您不用担心 我都知道 我没限着二表哥过来 还要劳烦您和他说一声 这事不能怪他 不过 那个孩子 您打算怎么办 前世这个孩子一直没出现在季家过 他想着 季无事肯定暗中把这孩子安置了 涌阳博四小姐应该是不知道的 金氏这个孩子早出现了几年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季摇的亲事 那孩子才两岁大 还没开始计事呢 又终归是季家的骨肉 我以吴家尽养的名义收养了他 免得坏了姚哥的名声 季昭松了口气 听外祖母的意思 这事是被压下来了 你也别想多了 我和二表哥不成 他会有好姻缘的 顾季昭安慰季无事 他和季无事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季无事最后要走的时候 握着他的手低声道 你的亲事外祖母会帮你看着的 逢是要想随便的把你嫁了 那也不是容易的事 赵儿姐 你若是有什么过不去的 要和外祖母说 他抬手摸了摸锦昭的头发 顾锦昭眼眶微热 笑着点点头 顾锦昭和季昭的亲事 只能三十搁浅 幸好两方并没有来得及交换更铁 定下亲事 这还不算麻烦 本集播讲完毕 赵氏由石阿蒙演播 季瑶由侯熙白演播 季无事由微良友爱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 i-fem獨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 沉香灰烬 主播 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112集 顾莲 常兴侯府里 夜线刚看完一宗卷 知诗过来服侍他洗漱 嘟囔着说 世子爷 您总在睡前看这些东西 这晚上要是睡不好怎么办 您上次和奴才说那起密门惨案 奴才回去整夜都梦到尸首 夜线说 我还怕梦不到呢 把手中的卷扔到一边 闭目扬身 都是一些狗官 这样的案子也能判了妇人下毒杀子 还要上报批了斩首 他语气有些不屑 知诗小声问道 世子爷觉得那妇人是被冤枉的 他又没审案子 他是怎么知道的 夜线点头道 他们怀疑孩子中毒身亡 将内脏进入水中 废葬下沉 那说明孩子在出生前就死了的 妇人诞下死因 却被诬陷毒杀亲子 夜之间其冤了 知书恨不得把耳朵给堵上 愁眉苦脸的听世子爷说完了 才小声道 刚才李世卫过来传话 说顾家和季家的亲事最后没能定下来 季家收养了那个孩子 那个王家的夫人又向通州知府徐大人提亲 夜线听了知书的话后沉默片刻 手指轻敲着书案 季家是真的放弃提亲 那他们还不算太过分 但是顾锦招的亲事始终是一个问题 他也满十六了 这个季瑶不行 要是没有合适的呢 他看他们顾家老夫人也不像什么好人 他虽然说不要她管 但他怎么会放手不管呢 他望着漆黑如墨的夜色 静静地思索着 过了小寒节气 大雪接连不断地下 北京城里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银桩素果 顾锦荣知道她的亲事不成了 很是觉得可惜 傍晚来找她下棋 顾锦招本来就不擅长棋局 顾锦荣让她三子了 还是走金色胡同 夜色寒冷 两人围在火炉边下棋 最后还是顾锦荣放弃了 犹豫一下才下定决心说 张姐 要不我陪你画画吧 他的画技很是不佳 顾锦招哈哈笑起来 让青仆端一碗桂枝熟水 进来给顾锦荣暖暖胃 顾锦荣哼一声 哼 我都还没有笑您呢 您倒是笑起我来了 她还不睡想逗得开心吗 紧着像哄孩子一样安慰她 我知道你喝了熟水就回去睡吧 两人年纪大了总要避讳着 顾锦荣还要跟她说事 张姐我想等开年了 就到国子健去读书 以后还可以每月回来一次 瑜伽族学的先生说了 我要是先参加春围 到国子健进学 比在瑜伽合适 菊叶的事 你明天找父亲说明白 我是帮不上忙的 顾锦荣就去和顾德昭说了 顾德昭找顾德元商量的这些事 为了不耽误顾锦荣的学业 还是让他去国子县读书好 瑜伽俗学如今着重放在两个公子身上 人家可都有举人的功名了 是不太适合顾锦荣的 顾锦荣便派了人去把顾锦荣 留在世安的东西取过来 除此之外 季家提亲的事 大家都当做没发生过 顾锦荣照旧给逢侍成婚定醒 眼看着年关就要进了 不仅要忙年关的事 还要忙的是顾连的吉西礼 他吉西正好在年前八天 府上都暂时顾不得顾锦荣的亲事 而是要忙着顾连的吉西礼了 毕竟顾连吉西才是顾家的大婶 他以后可是要嫁给姚家二公子姚文秀的 吉西礼也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这天早上 锦荣去东跨院 冯氏正在和顾连说他的吉西礼 屋子里还有顾兰二夫人和五夫人在 二夫人看到顾锦荣前来 照他过去同座笑着说 照姐来得正好 你祖母正说要找你呢 顾锦荣行了礼坐下 冯氏拉着顾连的手笑得十分死想 吉吉礼之后你就要嫁去姚家了 这事情可要好好操办 你说你不喜欢咱们给你准备金簪和鸡 就依你说的 你自己去玉招房把东西选好 我让你大堂姐二堂姐陪你一同去 不过吉吉用的礼服被子可不能跳三见四的 顾连脸蛋红红 眼睛却十分水亮 声音又焦又软 祖母我都知道 你还说这么多 冯氏点了点她的额头 鬼灵机 祖母不多说点 你又忘了怎么办 冯氏又让顾锦荣和顾兰过来说话 你们两个是做堂姐的 连锦的吉吉礼你们可要帮衬着 明儿陪她去玉招房一趟挑些喜欢的物件 又特地招锦荣过去说 祖母是信得过你的眼力的 好好帮连锦看着 顾锦荣本还想由她来说的 但正想着借顾连吉吉的由头出去一次 见了罗永平 没想到冯氏自己提出来了 她就笑笑接道 预兆方里手势铺子多 我看不如再给连锦添置几身衣裳 我再陪她去德仲方看看 听说那里新开了几家绸妆 冯氏点了点头 找了管事婆子进来吩咐事情 明儿要安排多些仆人和侍卫跟着 顾兰笑着和顾连说 瞧着时间过得多快 你也要吉吉了 不知道赞者可找好了 她和顾连的关系好 若是选家里的姐妹当赞者 她肯定要当的 顾连点了点头 选了我长姐婆家的三小姐 还有和咱们家交好的凡家六小姐 你到时候来看看 我介绍她们给你认识 她们在燕京可是有头有脸的 还没吉地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家上门提亲了 别人可比不得她的 顾兰的笑容僵了片刻 随即在心里思潮 她怎么忘了 人家冯氏和周氏一心盼望着顾连 费了枝头做凤凰 吉吉的赞者肯定也是身份不一般的 不仅是她没有资格 顾紧钊也休想 况且顾连这话也有嘲讽顾紧钊的意思 她不是刚慌了亲事吗 她看了一眼顾紧钊 却发现顾紧钊正低声和逢是商量出行的事 似乎一点都没有听到顾连的话 顾连见顾紧钊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撇嘴拉着顾兰的手 跟她说吉吉里请了哪家哪家的夫人小姐过来 冯氏又准备帮她购置什么 说得十分热闹 顾紧钊和冯氏商定好的事情 才回了颜绣堂 提笔给罗永平写信 说她要去新开的绸妆 财富过来帮她掌灯 小声说 给您备下了明儿穿的冬袄 顾紧钊嗡了一声 写完之后 收了信封封了 彩富又继续道 今下午 连小姐说话也着实过了些 太夫人和二夫人竟也不说她 奴婢看着真是心疼你 这样的人才不必怕 虽是简单不过了 她如今要急急嫁人了 嫁的还是姚哥老家 你看和服上下 谁敢说她一句 恨不得把她哄得舒舒服服的 别管她就是了 就当没听到 比这难听无数倍的话 她都听过 还怕这一两句不痛不痒的不成 顾连这个性子不改 以后嫁到姚家 有的她吃亏的 顾紧钊让彩芙把信交给徐妈妈 清蒲菜端了碗 当归生姜羊肉汤进来 天冷着 您喝了羊肉汤热身子 奴婢给您灌了汤婆子 一会儿您抱着看书 顾紧钊接过来喝了 跟她说 今儿就不看书了 你帮我准备了观音像前面 供奉的香炉 我明天带着出门 她这是手指在外 得带着供奉的香炉才成 等到了第二天 顾紧钊穿了件 蜜褐色得质纹冬奥 胡色挑衅裙子 头上只带了一只 莲花纹羊枝玉簪子 周身再无饰品 打扮得清爽又干净 清蒲捧了香炉 跟着到了影壁 顾紧钊先上了马车 一会儿后 顾兰和顾莲先后来了 领着他们的是 冯氏身边的陈勇媳妇 一直在冯氏身边 伺候冯氏梳妆 特地派给顾莲参考着 上车之后 给几位小姐行了礼 才催着马车出发了 大兴是经济重险 也是个十分繁华的去处 其中预兆方 更是小姐夫人爱去的地方 里头有多家成衣铺 孤衣铺 胭脂水粉 珠宝玉器的店铺 还会特地给这些达官贵人家的女卷 辟了干净敞的地方选东西 不过 顾紧钊陪着顾莲来 也就是硬个井 她要是真指手画脚的 去帮顾莲选东西 她可反而嫌弃的多事的 买好了金簪和木鸡 还要去得正方给顾莲织版衣裳 德仲方和玉兆方不一样 那头都是大商铺织装 还有文明侠尔的六合酒楼在 顾莲虽是顾家笛小姐 但这些东西她可是见都没见过 因此顾得招提议要来德仲方 她才没有当面反对下来 罗永平新开的苏杭罗断装 就在德仲方 顾锦钊一来德仲方 就笑着和顾莲说 我听勇扬博家的小姐说过 苏杭的罗断做得最好了 趁的人颜色好极了 陈勇媳妇也觉得可以去看看 顾莲才硬下来 大家就坐着马车来到了罗断装上 罗永平作为大掌柜 本来不用亲自接待他们 但这可是顾锦钊吩咐过她要来的 因此罗永平早准备好了 换了件粗心的宝蓝色团花纹冬傲等在门口 又不动声色的 请他们进去喝茶 顾锦钊环顾了一番 德仲方人来人往 这个铺子生于兴旺 往来的达官贵人也不少 顾莲挑了两匹布 这一合计下来 竟然就有九十七辆银子 她示意陈勇媳妇帮她看看 就是她用钱不节制 这两匹布也着实贵了点 陈勇媳妇懂货 能帮她看看值不值得起 陈勇媳妇看了一眼 小声回道 从苏杭运来的罗断是这个价 咱是没得讲的 二小姐要是嫌贵了 只要一匹就是了 毕竟罗断咱们府上还是不缺的 顾莲才捡了一匹 欠红色月酒花样的出来 四十八两银子 她不由小声和顾莲说 这样的铺子 一年也不知道能赚多少 实在太贵了 顾莲眼皮子动了动 这里头的东西 她一线都买不起 她可不是顾莲 顾莲见顾锦钊似乎还依依不舍地挑着 不由笑了笑 唐姐您在这慢慢看着 我和兰吉尔去外面多逛逛 顾锦钊拿着一匹 鹅黄秀葱绿式地纹的布 所看又看 文言就笑着让他们先去 我多看看随后就过来 等他们一离开 罗永平就迎她去里头挑选 立刻让小四上了茶 捶着手恭恭敬敬的 大小姐 您看这铺子如何 顾锦钊点点头 罗永平是个脑筋灵活的生意人 这些东西交给她没错 她握着茶杯的手顿了顿 跟罗永平说 我来找你 也不是说这店铺的事 她是来谋划自己亲事的 既然要嫁 那她就要嫁一个她能掌控的人 她和季瑶的亲事不成之后 父亲觉得很惋惜 已经在看她觉得合适的后生了 顾锦钊也想让罗永平和曹死恒暗中看着 她这边也得找合适的人 不能把主动权放在别人身上 可不能再让王赞那样的人 有登门的机会 罗永平听了顾锦钊的吩咐 都暗自记下来 这些事交给曹死恒 比交给她好 她打算和曹死恒商量着来 她虽然没有签卖身器 但她也算是顾家家奴 更明确地说 她就是顾锦钊的人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如果顾大小姐以后嫁了 两个不好的人家 她们这些人也好顾不了 顾锦钊喝了口茶 打算等顾连她们过来再走 罗永平便下去拿了 新罗段庄的账本给她看 顾锦钊看着窗外 发现正有一辆轻微马车 驶过干净的青石道 停在了六合酒楼前面 马车车头上挂着一盏 西花纹羊角琉璃灯 驾车的是一个高大的汉子 顾锦钊立刻认出 这是陈家的马车 陈家的马车都用了西花纹羊角琉璃灯 十分稀罕 但是 陈家不是在晚平吗 怎么会到大兴来 这个来大兴的 又究竟是谁 她挑开了蓝色细部的窗帘细看 马车停下来后 那汉子就撩开车帘 一个灼灰色大肠 蓝色直去的男子 从车上下来 男子长相俊朗又儒雅 一双眼眸更是幽深不见底 她下来之后 大汉立刻放下车帘 恭敬地 请她往六合酒楼里去 一旁有个 穿黄褐色橙子衣的中年男人 赢了上去 本集播讲完毕 知书由人猫演播 顾莲由阮萧飞演播 顾锦蓉由侯夕白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 沉香灰烬 主播 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113集 陈三爷 陈三爷怎么会到大兴来 顾锦招看得眼皮一跳 陈三爷怎么会到大兴来 那穿黄褐色 橙子衣的男子 他也认识 常帮着陈三爷办事的 为指挥千世江言 他想看得真切一点 又把窗帘挑开了一分 陈三爷却似乎感觉到 有人在看 隔这条人流 往这边看了一眼 顾锦招立刻放下窗帘 陈三爷出门一向不喜欢众人为庸 也不带侍卫 他内阁马车夫 胡蓉是个练家子 能徒手批断碗口塑的大树 但他堂堂阁老 户部尚书二品大员 会闲着无事 跑到大兴来喝茶 顾锦招看了一眼 那六合酒楼面前 还停着几辆马车 他招了一旁的伙计 过来吩咐了几句 让他去六合酒楼打探一番 伙计很快就跑去了 不一会就回来跟他说 大小姐听小的细病 小的们和六合酒楼的伙计时常说话 人都混得熟 小的去问他们却不肯说 小的去看了马车 那坐陪的是咱们大兴的郑大人 还有好几辆看着不寻常的 小的猜想 这应该是京城里来的大官 这仇装的伙计倒是稀领 顾锦招让青仆打赏他几颗银客子 大兴的郑大人 那就应该是户部左侍郎正运了 顾锦招觉得此事不太寻常 但这朝堂之上的事 和他倒也扯不上太大关系 他更不想和陈家有什么关联 顾锦招觉得他不该多管这些事 再一会儿 顾连和顾蓝两人去看了别的 丑装铺子过来 顾连瞧了顾锦招一眼 笑着问 锦招堂姐选了这么久 也不买一匹罗段吗 顾锦招连声称不必 我出门是没带多少银子的 还是算了吧 真勇媳妇就笑着道 您可别客气 太夫人说了 您和蓝堂小姐的花销 她都一并给了的 顾锦招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喜欢的 三人说了一会儿才夺出绸妆 陈燕雨沿着六合酒楼的楼梯而上 江炎跟着他身后低声道 张大人已经把事情吩咐好了 那司庚主事却不太听话 被郑大人调去了司度 若是东窗事发 即刻就能处去他 陈燕雨汗手 淡淡的 你和那个思雨主事谈 若是泄密出去 即便是他的家人 也不要怪我们心狠 话还没说完 已经到了二楼楼台 早等候在旁的郑运 拱手笑道 陈大人贵客来迟 等候您多时了 虚手一指 请他先落入席中 路上遇到犬子 多交代了几句 几位大人来了便先吃着 等我做什么 陈燕雨解下大厂递给胡荣 席上的 除了大兴几个官员 还有同样贵为阁老的 锦身殿大学士王玄范 大家向陈三爷行礼 陈三爷又和王玄范见礼 王玄范就笑着说 刚见三爷楼下住足 看了对面的苏杭罗断铺 我瞧着门口可有两个出门游玩的世家小姐在 别说三爷了 这样的青春好颜色 谁都想多看一眼 又叫小四过来 让他下去问问是哪家的姑娘 能进了咱们三爷的眼 肯定是不一般的呀 你们陈家的人 个个都跟不尽女色一样 陈燕雨摸着酒杯沉声笑道 王大人叫我三爷可担当不起 论年龄资历 王大人强过沉默许多 这个王玄范 除了好色的毛病 别的都好 他家里的机械通房 多达三十几个 王玄范一向和他不对盘 两人同在张巨连麾下谋事 有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王玄范脸上笑容一僵 论年龄资历 他当然一点不差陈燕雨 但是内阁之中 他却要屈居陈燕雨之下 他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要是陈燕雨不是张巨连的门生 他能这么年轻就进入内阁 他随即又哈哈大笑 拍了拍陈燕雨的尖道 哈 上次张大人听闻满朝文武 皆称你为三爷 也笑成了一句 可把大家笑出个好歹来呀 张大人如此器重你 实在是难得呀 正说着 刚才派下去的小司上来回话了 禀王大人 说是大兴顾家的王小姐和唐小姐 哪个大兴顾家呀 随其坐上就有人接话 王大人不知 咱们大兴这顾家出美人呢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 千都御史 顾大人的大女儿 嫁去了苍州 他二女儿还没急急的时候 就和姚格老的第二子定了亲 听说那分出去的顾郎中家 那个大女儿更是难得的容色绝佳 可惜名声不好 提亲的人并不多 三爷要是看中了哪个 不如就去顾家说一声 娶回去做个妾 还是可以的 陈彦云看了王玄范一眼 才笑了笑 王大人多虑了 我不过是以为见到熟人 才多看了一眼 你可别含血喷人 我不喜好这些 王玄范觉得 他那一眼着实有些冰冷了 他想了想 没觉得自己说的哪句话不对 陈彦云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好 但要是把他惹怒了 那也不是好过的 难不成 他还真是看上了 那顾家小姐 王玄范留了个心啊 打算回去之后 把顾家这两个小姐 好好摸摸清楚 酒过三巡 众人都十分酣畅 陈彦云几杯酒 却越喝越觉得清醒 他妄想窗扇 外面阳光正好 他起身朝窗扇走去 想吹吹风 姜妍连忙上前想扶他 三爷 陈三爷看他一眼 江颜就觉得十分惊心 小声问一句 不如下官找个房子 给您休息便可 陈彦云白白手道 去叫葫芦过来 他走到窗边往外看 下面就是无比繁荣的德正方 林立的店铺茶楼 积雪铺满了房顶的街檐 阳光照得雪地格外刺眼 刚才 那家苏航罗断铺前面 停了一辆马车 一众仆人簇拥着三个年轻女子上车 那个穿蜜褐色 折制纹断袄 胡色挑衅裙子的女子落在最后面 抬手李夹边的发 笑着和身边的丫头说什么 手腕下滑下一只沫浴镯子 忽容过来给她披上大肠 小声道 刚不就是这姑娘在看咱们吗 您看她做什么 陈彦云笑着道 她倒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上司在季家 她随着季家众人去看季灿和陈萱的新房 就听到顾锦钊评说自己的话 话虽然大气 但这种会当林爵顶 一览中山小的气魄 若是放在普通读书人身上 却显得太虚浮了 我看倒还不如一副墨竹图来的清雅 语气十分认真 她是嘉靖三十一年两榜进士 钦点的榜眼 如今又是东阁大学士 两朝元老 从未曾听到过有人评说她的话 虚浮 她倒是不觉得生气 顾锦钊转身看到她 却被吓了一跳 但并未表现出熟悉之感 想想也是 她们不过两面之缘 顾锦钊那个时候又还小 怎么会记得呢 胡蓉却疑惑道 您原先见过她 陈燕允的手指轻轻敲着窗檐 沉思了片刻 原本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深闺里 等着嫁人之后相夫教子 但恐怕她是不能如愿了 顾家要是离乱 哪里还谈得上安逸生活 政治斗争总是要有牺牲品的 原本觉得不应该管的 就于心不忍 实在是不应该呀 她闭了闭眼睛 低声道 你去找了纸笔过来 顾锦钊刚上了马车 轻仆受了轿凳 本来也要上去了 却被一个人扯了扯衣袖 她回头一看 却见是一个陌生的大汉 这人飞快地把什么东西递给她 轻声道 给你们家小姐 她就好像没事人一样走开 这过程快的 仿佛只是她闲逛旅圈 并没有做什么事 这人是谁 她要把东西给大小姐 轻仆望着那人背影 十分肯定这是个恋家子 而且伸手不俗 她按了按手中东西 觉得似乎是一张直选 便不动声色地纳入袖中 陈勇媳妇正在和赶车的马夫说话 吩咐她车要赶得稳妥一些 又给了一个迎客子的赏钱 马车这才动起来 一行人跟着马车后面往顾家而去 轻仆手按着那枚直选 手心竟然有些出汗 回到顾家才过晌午 顾锦荣过来蹭饭 说要是她做的图迷鹿粉饺 等她吃过粉饺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下午她和顾锦贤约好了 在院子里蹙居 她不喜欢读书 大堂兄又不喜动 做这些事总要叫我陪上她 我晚上还要过来 你再来 就把我吃穷了 晚上去陪祖母金善吧 她可念了你几天了 顾锦贤原先是和叶献作伴 如今叶献是没空陪她了 顾锦昭又想起前世 顾锦贤可是累官至刑部尚书的 今世 常兴侯家没有出事 顾家也不会针对五夫人 五夫人没有一失两命 她也就不会走上前世为虎作伤的路子 却再也做不成刑部尚书了 祖母昨天才把我叫去说话 您不是才让我换了书童吗 她想拨两个丫头在我身边伺候 我也不需要为由拒绝了 她也没有说什么 不过却拨了一个身边的婆子过来 说照顾我衣食 冯氏相对来说 还是很看重顾锦荣的 自然要在她身边穿插眼线 你觉得这婆子如何 还算勤快 不过经常找尤图和我说话 偷进我书房 我不太喜欢 就让她去管灶上的事了 平日书房里的门也都锁着 不过我还真不想她在那伺候我 总是爱说爱叫的 祖母拨的人伺候你 你也不能赶她回去 不过 这拨给你用的人就是你的了 平日里多赏的东西 软硬坚实的拿捏着 她也是会听话的 她让青朴去找一对 赤金祥云文的镯子过来 跟顾锦荣说 你送了这个给她 让她天天带着 顾锦荣接过赤金镯子 却有点不明白 张姐 你送她金镯子干嘛 她一个粗食的婆子 哪里见过好东西 紧迫动人心 咱们也不是不要她伺候 只是要她专心的伺候你 别的事可不能做 给了她这对赤金镯子 她随时看着 也能在心里提点自己 而且 逢是看了这对金镯子 肯定也会猜疑 这婆子被顾锦荣买通 即便不是如此 她心里也会有隔阂 毕竟 人是在伺候顾锦荣的 没有放在她眼皮子底下 顾锦荣才明白过来 嗯 张姐放心 我知道了 她要是真的事事都说给祖母听 也罢 反正我深圳不怕影子鞋 随她打探好了 不过 祖母这样防备着我 也太过了些 顾锦昭和她说了几句 她才去和顾锦贤促拘了 她打了个哈欠 倒是觉得困乏了 换了一声青仆说 点了炉子 我向午睡一会儿 青仆的手钻得紧紧的 她俯下身 小声和顾锦昭说 大小姐 您先别睡 刚大少爷在这儿 我一直不方便拿出来 您看看这东西 她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纸卷 递给顾锦昭 纸卷因为汉字发腻了 顾锦昭展开一看 不过村长的纸条 就写了似于主师四个字 字体是读书人常用的管隔体 工整干净 顾锦昭和上纸条 睡意顿时没了 她问青仆 这东西 您哪来的 青仆去关了西四县的隔扇 才过来和锦昭说 上午咱们离开德仲方的时候 您刚上了马车 就一个人把这张纸条塞给奴婢 吩咐说给你家小姐 奴婢看她长得高大粗寡 而且有功夫在身 顾锦昭听着觉得耳熟 想了想就问道 那人是不是上身穿了剑蓝布短衣 脚上穿造色布鞋 青仆点点头 突然反应过来 对了 好像是咱们在罗断庄里见到的 那个车夫 顾锦昭心道 果然是陈三爷的车夫胡荣 胡荣目不识钉 不可能写了字条给自己 何况她根本不认识他 这次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 但其韵比比例囚禁 没十多年是练不出来的 应该是陈三爷写了 让胡荣交给她的 但是陈三爷写的这四个字 究竟想说什么 她为什么要给自己这样的字条 顾锦昭沉思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陈彦宇由追马演播 王玄范由六一演播 姜岩由面条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追马 云天河雪月之下 第114期 大兴的梁仓出世了 思于主事 就是户部下仓部的主事 父亲任职户部 管的就是仓部私渝 陈三爷是户部上书 父亲的上司的上司 但这事 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 陈三爷和他不过一面之缘 为什么会写了这四个字给他 他当时看到自己在那了 他这四个字 是想和自己说什么 还是想借自己之口 和父亲说什么 顾景昭觉得后者的可能性 比较大 毕竟陈三爷没必要 写这四个字给自己 亲仆小声地问 小姐 这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字条 给咱们呢 我也想知道啊 他让亲仆服侍他换了衣裳 打算去前院找父亲 户部的事他是不清楚的 如果陈三爷真是有什么要紧的 要和父亲说 那他必须要和父亲谈一谈 顾德昭这日正好不用去衙门 正在书房里和顾五爷 顾德秀一起下围棋 小丝通传了 顾德昭让锦昭进来 锦昭屈身向他和顾德秀行礼请安 顾德昭照地过去说话 你来得正好 看看父亲这棋局 处处被你五叔父堵得死死的 父亲又不是不知道 女儿的棋意实在不好 锦昭找你有事 不如借一步说话 顾德昭和顾德秀说了一声 就随着他出了书房 顾锦昭很少来找他 要是来了 一般都是要说正事的 因此他也正色问他 你有何事和父亲说呀 锦昭顿了一下 他不知道陈三爷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他给的是错误信息 而他因此误导了父亲 反倒是让父亲掉进陷阱之中 那就不应该了 因此他换了个方式问道 父亲 父亲和您共事的思雨主事是谁 您对这个人熟悉吗 顾德昭失笑 哈 你问这个做什么 原来那个思雨主事是房山梁乡人 你急急的时候他还送过礼来 不过如今他被调任到私渡了 算是私渡主事 现在思雨主事还空缺着 父亲毕竟是正警的六品官员 他觉得不该和顾锦昭一个身归女子说的事 都会尽量避讳着 锦昭无奈笑笑 拉了他的衣袖去正堂小座 让水盈气了茶上来 他脸色严肃了许多 父亲 事情紧急 您好好把这个思雨主事的事和我说说 他在您手下做的是什么事 怎么突然掉任到私渡了 您觉得他有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顾德昭用奇怪的眼神 看了自己长女一眼 却还是出于信任 慢慢地说道 他是管粮仓的 京城有一处 大兴两处的粮仓 都是他在看管 如今山西那边闹饥荒 这些粮食都要运去山西赈灾 他要随着钦差去山西 因此调去了私渡 要说不寻常的地方 最多是他几日称病 未去六部衙门 赵姐儿 你打听这些 难不成是别人和你说了什么 顾锦昭听了之后 却醋眉细思起来 他这几日称病 您去看过他吗 顾德昭摇头笑了笑说 哈 藏布令使十二人 输令使二十三人 济使一人掌顾四人 要是每个人生病 父亲都去探望 哪里看得过来呢 不过山西那边饥荒严重 袁大人已经递了好几道折子上来 他不会不知轻重的 父亲不担心他 自然没有去看过 顾锦昭听到这个袁大人的名号 就问顾德昭 可是袁仲如袁大人 顾德昭点点头 嗯 就是那个当年 鸣满天下的壮元郎 袁仲如 顾锦昭前世听过此人 他和陈三爷是同科近史 当年陈三爷少年就点了榜眼 袁仲如那时候才三十岁 是钦点的壮元郎 后来雷官至陕西不正史 和饭川交好 如今 饭川一等砍头的砍头 流放的流放 能够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袁仲如那会儿是明哲保身 又谨慎小心 才活到现在 这事和袁仲如有关 顾锦昭眼皮一跳 前世袁仲如最后还是死了 他回京树职的时候 被浴室弹劾 因他没入狱 没过几个月 就病死狱中 都说是染了鼠疫 两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想了想 和顾德昭说 您不如去看看 他的病情如何了 要是耽搁了山西那边的震灾 可就麻烦了 到时候 你也得担一点责任 顾德昭欲言又止 顾锦昭今天确实有些奇怪 这些朝堂的事 他为什么要问 锦昭知道父亲还心存疑虑 但要和他解释四条的由来 别说顾德昭不明白 连他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就和顾德昭说 您知道 我有个账房曹先生 他原先做过上宝寺倾家的幕僚 我也是今日出门 听曹先生说的 他原先认识这个肆语主事 觉得死人很不寻常 您先去看了再说吧 要是这有什么不对的 您再回来和我说 顾德昭犹豫了片刻 再和顾锦昭说 既然是你说了 父亲就去看看 不过这个曹先生 你择日可要找来与我看看 这个曹先生也是 这些朝堂的事 怎么能随意和锦昭说 他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 顾锦昭点头晕了 看着父亲套了马车出门 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顾德昭的马车出了顾家 朝着肆语主事家所在的余树胡同去 积雪堆了几寸后 路面又结着层冰 十分难行 等到了余树胡同 才发现 站了小半条胡同的孙家 黑漆大门紧闭 却替上挂着的两个红纱灯笼 被北风不停地吹动 顾德昭下了马车一看 发现门口时间也没有扫雪 他亲自上前扣了扣 麒麟兽嘴嫌同还 过了好久 门才枝压一声开了 里头探出一个脑袋 是个满脸褶子老嫂 用谨慎而戒备的目光 上下打凉了顾德昭 看顾德昭穿了件绒布之多和绸挂 才缓了生气问 你找谁 顾德昭皱了皱眉问他 你们孙老爷在家吗 老嫂听了有些不耐烦 不在 老爷出门了还没回来 你可别来问了 他立刻叫和尚门 被跟着顾德昭的李管事挡了一下 跟他说 这位是户布郎中顾大人 有公事要找你们孙老爷 他不是称自己卧病吗 你接了明帖去跟他回话 说顾老爷来了 蒂立昭明帖给他 又随手塞了一定二两银子 那人收了银子 却把明帖退回来 语气好了很多 我小老儿字不识 也看不明白 既然来人是关老爷 小老儿就多嘴说一句 咱们老爷几日前就没回来了 这话是假不了的 我是亲眼看着他出门的 就再没见着他回来了 咱们府里太太姨娘的都不急 就叫关起门户过日子就行了 顾德昭觉得这人莫名其妙 听到他的身份不赢得进去 反而还紧手在门口吹北风 这也就罢了 他目不识盯 难不成府里就没有认字的 找人出来认个明帖怎么了 这孙世涛称病好几日了 又怎么会不在府里 他不在府里又会去哪了 你去叫府上主事的出来回话 顾德昭跟这个老嫂说 他却压低声音 我给您开门 那都是不经吩咐 还敢叫管事过来 我看管老爷就不是个普通人 还是赶紧走吧 说完飞快地关了门 任顾德昭再三叩门也不开了 李管事道 老爷 这事情确实不寻常 孙主事不在也罢了 怎么这府里的人看着也古怪的很 好像生怕咱们进去的样子 您觉得该怎么办? 顾德昭轻吐了口气 咱们也没有硬闯的道理 孙世涛说不定是去衙门了 我们去京城里看一看 李管事应诺正要去吩咐车夫 顾德昭又改变了主意 算了 即便他不在府上 也不会在衙门里 去大兴宋陵坊的粮仓看看 他最近常去粮仓寻看 宋陵坊离于树胡同也不远 在大兴和施安交界的地界上 马车随即掉头往宋陵坊去了 顾锦钊和父亲说完了事回来 思量了一会儿 还是从多宝阁上拿了一本东坡建筑下来 把那张字条斩平放了进去 这东西轻易动不得 他在书房链里一会儿四儿 逢是找的过去 说是大唐姐顾锦华 带着自己的婆家的小姑子来了 就是那个要做顾连吉吉礼赞者的 苍州瑜伽三小姐 要紧着过去献礼 紧着换了身被子去了敦跨院 顾锦华秋天的时候 为瑜伽诞下了嫡长孙 现在在瑜伽地位超然 要不是如此 瑜伽答不答应 让三小姐过来做赞者 还很难说 顾锦华穿了件 玫瑰紫二色金颗丝被子 胡色镜面马面裙 一对满池霄分心金三 还欠了芝加盖大小的红宝石 人显得十分明艳 看到顾锦钊过来 笑着拉她坐在自己旁边的景物上 散散日子 我可是一年没见到过蓝吉儿了 冯氏看到自己敌掌孙女回来 满心的高兴 难得的对谁都和颜悦色 让丫头捧了好些茶点上来 又说 赵姐现在回咱们家了 你要是想见她 多回来就是了 冯氏招了顾锦钊过来 拉着她笑着和旁边一个少女介绍说 这是你大嫂的堂妹 比你长一些 你跟着脸姐换她锦钊堂姐就是了 又和顾锦钊说 你大堂姐婆家三妹妹明英 于明英穿一件锦绣烟霞红蹄花段甲袄 粉白色挑衅裙子 人长得白皙 五官干净秀美 手腕上带了一串晶莹剔透的黄碧玺 价格不菲 她向锦钊点头一笑 并不多说什么亲密的话 顾锦钊就坐在了冯氏旁边的景物上 喝着茶不说话 旁边二夫人看着似的长女是十分欣慰 相比顾莲 顾锦华实在让她省心 顾莲更是同坐在罗汉床上 挽着顾锦华的手道 我还以为你会抱了我侄儿回来吗 顾锦华就说 你侄儿才几个月大 天气又冷 可出不了远门 你要是想看她呀 不如等鸡鸡里过来 我一同去仓州住些时候 张姐准把你照顾的妥妥贴贴的 她亲尼的捏了捏顾莲的鼻子 爱夫人就笑 可不能跟你去 鸡鸡里后她就跟着我学管家 恐怕没几个月就要嫁去姚家了 顾锦华眼睛一亮 小声问顾莲 真是如此 已经订好迎亲的日子了 冯氏笑得鱼有容焉 哪有那么快 姚家对这门亲事也是十分重视的 凡事都要好好准备 轻盈的日子怎么也得等贬紧鸡鸡了再说 顾莲这门亲事很是长脸 冯氏喜欢和别人夸耀几句 这话最要紧的是说给余明英听 余明英跟着顾锦华来了顾家 一直坐在旁边喝茶 不冷不热的 她心里那是瞧不上顾莲的 冯氏能感觉到余明英的不热中 奈何人家是自己长女婆家的小姑子 要是在顾家没被伺候好 回去和余老夫人说顾锦华几句 就有的顾锦华瘦了 所以她有不满也不好说 顾锦昭眼角余光一瞥 分明看到余明英嘴小露出一丝笑容 余明英抬起头淡淡道 顾锦华有四子 大公子去年中了进士 又拙了树进士进了汉林 其他三个公子在举业上 还没有什么成就呢 我看连姐姐要是嫁去余家 还有得熬的 顾莲这门亲事 一向是被众人奉承 哪里听过这么尖锐的话 顿时就瞪了余明英一言 不服气道 都是姚哥老的儿子 明门之号 难道还差得了吗 明英妹妹这是说的什么 余明英却撇了撇嘴 在余家 她是最小的嫡女 也是最受宠的一个 她啃到顾下来 但是给大嫂面子 毕竟大嫂平时对她也很好 她看顾莲的样子就不喜欢 宠得没有规矩 连姐姐想多了 我就是随口说一句而已 大嫂 您知道 我是心直口快的 冯氏脸色一沉 顿时笑忍不住发作了 还没见过哪个人 敢在她面前讥讽 自己宝贝孙儿的 而且 连姚家也一起讥讽了 这不就是在嘲笑她吗 顾景华忙笑笑 是是 连姐你也别介意 英姐是个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 冯氏垂下眼 压住心中怒气 顾景华还要在余家做掌席的 要是余明英暗中给她使绊子 可好过不了 这个余明英也是个性格强硬的 顾连遇到的人无不相让着她 这一下可要吃亏了 顾景卓心中暗道 她只管事不关己的喝茶 这个时候 可不能凑到冯氏面前找不自在 这时候 外头却隔着帘子 传来小丫头禀报的声音 太夫人 三老爷拆人过来找唐小姐 父亲找她 那应该是去问清楚思雨主事的病情了 景卓看了冯氏一眼 冯氏随意点点头 既然是你父亲找你 那你先去吧 景卓行了府里退出来 却看到顾德昭就站在院子里 肩上落着雪 脸色苍白 父亲来了东跨院 却连给祖母请安都来不及 顾景卓心了一紧 快步上前问道 父亲 您可是有急事 本集播讲完毕 顾景华由红丝演播 顾儿夫人由扁樱花演播 云明英由小朔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 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 沉香灰烬 主播 《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115集 孙世涛 只需要害死他呀 顾德昭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张了张嘴巴 声音又急又紧 赵姐 你赶紧把曹子恒找过来 大型的粮仓 粮仓出事了 他本想去宋陵方的粮仓 找孙世涛的 等进了粮仓一看 却发现 里头鬼影子都没有一个 顾德昭心里觉得不妙 和李管事拆了一袋粮食看 原本应该装着熟米的麻袋里 竟然塞满了夫皮 这批粮食马上叫运去山西震灾了 却出了这样的纰漏 要是等几日后过来搬粮食的人一抬 重量不对 很快就发现了 到时候他可逃不了责任 即便不是沙头 罢官流放都在所难免 顾德昭摸了十多个麻袋 竟然全是夫皮 他后背全被冷汗给尽湿了 这震灾的粮食要是出了问题 一不小心可会人头不保的 顾二爷得了信 连忙从督察院坐了马车回来 他脸色素冷 身后跟着两三个幕僚 进了顾德昭的书房 顾五爷早就等在里面了 顾德昭的两个幕僚垂手站着 踏刺脸色苍白的坐在东坡椅上 看到自己二哥回来 顾德昭忙迎过去 小四抬了一把圈椅过来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 粮仓怎么出事了 顾二爷沉声问道 顾德昭这才边回忆 边把事情说了 又说起粮仓的情况 这几个粮仓是孙石涛手底下的仓部掌固看管的 是属通仓 大兴市安通州 共有通仓三十五个 但是通州的粮仓不到战事是不能开的 而且也是千户在看管 大兴的粮仓才是用来镇计灾民 平定粮价的 属户不堪管 你们督察院寻仓玉石也属其中 我负责仓宇 大兴的粮仓出事 我逃不了责任 而孙石涛就是主事 现在人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去粮仓看的时候 那些看守的仓石 竟然还在粮仓旁的寥子里喝酒 我让他们把仓敖全部看了 出粮三十六万弹的大兴通仓 竟有二十多万弹 换成了扶皮和沉迷 顾阿爷心里一寒 二十多万弹 顾家倾家荡产都填不上这个窟窿 他沉声道 你当时就不该惊动了这些人 要是事情传出去了 你当即就会被督察院派人直接抓走 顾德昭也有些后悔 当时我是又气又急糊涂了 不过那些人我已经全部看管起来了 他们也怕出事不敢到处去说的 再过几日就要开仓玉米去山西了 二哥这该怎么办呢 顾阿爷也不知道 没好气的问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你还要和我摘开 我是督察院的人 要是东窗事发了 咱们此时通斥就会被说成沆瀣一气 到时候别说你了 我也会被拉下水 话虽这么说 但是顾德远也不可能真的放任不管 他想了想 那几个仓室你找来问过了吗 这么多粮食 想要备着人偷运出去 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把人都问清楚了 能摘出去多少就算多少 顾德昭点头找了李管事去问话 过了一会儿李管事回来 手里还拿着几张文书 都问清楚了 苍使说前一月的时候 掌顾就拿了有您和孙主氏印章的批文过来 说是要换新粮 把里头的旧粮连夜运出粮仓 顾德昭目瞪口呆 一把拿过文书看了 脸色十分难看 我从没有劈过这样的东西 今年新粮不足 粮价本就高福了 运进京师的粮食 七成进了卫仓 还有三成放到了通州 根本没有余粮进大行啊 顾德远听着皱了皱眉 那些仓室难道不知道重量不对 连那麦夫都能蒙混过去 李管事捶手道 奴才也问了 他们说掌顾给他们每人发了十两银子 说不要管 他们还以为是上头的勾结了 要摊粮仓里的粮食 拿了钱什么都没说 我从没见过这张文书 顾德昭难难道 他从没有见过这东西 但是上面不仅有自己的印章 还有户部苍鱼郎中的印章 这又是从哪来的 他的那些东西都放在户部衙马里 孙世涛可以撬了刽子挪用 他如今已经不见踪影了 孙世涛这是要害死他呀 顾德昭心里很愤怒 除此之外还有十分的恐惧 孙世涛要是不见了 这责任还不是他全部承担着 幸好这是发现得早 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 要是实在不能解决 他自己上了折子四手 也能从轻发落 但是要是等几日之后 钦差带人来颁粮食时才发现 恐怕他向上人头不保 他跟顾德远说 二哥我从未签署过这份文书 印章定是孙世涛从我那里拿的 恐怕是他自己贪了粮食 想要陷害到我头上来的 没那么简单 凭他一人之力 根本干不成这事 粮仓出事就牵扯到山西震灾 咱们就不能这么想 山西灾情突发 阿里就应该先捐免和减征赴税 发放政绩银钱 从各地长平仓掉粮 先支援灾区 但是灾情报上去了 减征赴税的照令却还没有下来 户部的政绩银钱一拖再拖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但是顾德昭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他和他们一样身上有叶家的标签 尽管叶家对他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这说法还是好的 网大了说 长星猴叶家怎么看得起你区区顾家 人家是把女儿嫁过来了 但是逢年过节 也就是世子爷来看看的长姐 平日里两家来往不多 但在外人眼中 他们就是叶家派系的人 百口莫辩 但凡贪末都是官员大计 而且贪污的还是赈灾所用的粮食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顾家哪里还有颜面在燕京立足 到时候顾德昭官职被削不说 连他也会受到牵连 顾二爷又问顾德昭 你说是赵姐提醒你注意这个孙石涛的 顾德昭点点头 他有个帐房先生 曾当过上保四卿曹家的幕僚 说是和孙石涛认识 顾二爷皱了皱眉 顾锦钊还有帐房先生 顾锦钊刚把曹子恒请过来 先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 曹子恒听了也是心中一惊 啊 这事实在太大 难得大小姐信任老朽 他先拱了拱手才说 二十多万蛋的粮食 孙主氏就是降丝屯 那也没这么容易 此事牵涉到赈灾 老朽觉得不简单呢 曹子恒很快就想到了 如今的山西不正史袁仲如 范大人的至销好友 再想到朝廷最近的动向 他心里就有一个隐隐的猜测 顾锦钊知道前世袁仲如的下场 因此很快明白 这件事肯定和山西赈灾有关 曹子恒说了他的猜测 和顾锦钊不谋而合 顾锦钊想的要更全面一些 赈灾的粮食出问题 不仅能拖延了山西赈灾 而且还能顺便除去 和叶家颇有关系的父亲 这事要针对的 主要还是袁仲如和常兴侯家 父亲真是被殃及吃鱼了 他让曹子恒去见了父亲 曹子恒是幕僚 更方便和父亲还有二伯父商量事情 他则坐在大炕上 拿着刺绣的小绷绣汉金 一边想事情 前世父亲无死灾 因为那时候 他和顾家的联系并不紧密 最后遭殃的是顾家 顾家在朝堂之后 不断被张党打压 后顾锦钊和叶县 在朝堂中展露头角 但因五分的死 他们更是对顾家恨之入骨 父亲那时候 反倒平平稳稳的 但要说 一点都没受到牵连 也着实古怪 这事要是按照前世的路子 父亲被打压之后 顾家别的人也难逃离难 但是二十万袋粮食 这个窟窿怎么填得上 即便拿出顾家全部家当 都保不起 就算是彩力强大到 能保下这件事 收购二十万袋粮食 那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是会造成京都粮价震动的 叶家也应该不会坐视不理 但他们能怎么管 只能在此事事发的时候 立保父亲 最多能保下父亲的性命 官职是肯定会被隔去的 而且永不续用 朝堂之事 岂容富人之会 明面上他是不能做什么的 但是私底下 他还是能做一些事的 顾锦钊觉得最奇怪的 还是陈彦云给的递了字条 他为什么要帮他 或者说是帮顾家 他可是张聚连派系的人 如果明白了陈彦云 为什么要帮父亲 说不定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 保一下父亲的官职 顾锦钊不由的想起前世 他刚嫁去陈嫁的时候 陈彦云对他还十分的好 成心第二日 他陪着自己梳妆 陪着自己去给陈太夫人请安 虽说没和他说什么话 但是处处维护 没有人看清了他 但这段日子不过月余 他就不再往他这儿来 甚至也不去任何侍妾那儿 干干净净的修身养性 连酒肉都系了起来 他偶然看到 他左手上盘着一串 齐南沉乡佛珠 觉得那是他开始信佛了吧 等到这世一看 那串佛珠 原来早就在他手上了 陈三爷究竟在想什么 他心里有何打算 如果要想帮顾家 为什么不说清楚 仅仅留下 思与主事四个字 是不是因为 他还是张俊连派系的人 而不好把这件事说明白 顾锦钊觉得头疼 和陈三爷打交道 比和叶县费力无数倍 叶县做事其实很好猜 他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 全凭心意 陈三爷呢 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做的这些事 是不是有长远目的 他都不清楚 这个人呢 他放下了小崩 让青仆拿了清凉油过来 过了一会儿 曹瑟恒从外院过来 和顾锦钊把刚才商量的事说了 顾二爷的意思 还是说按兵不动 他们先去找长兴侯侯爷说相 看看长兴侯府能不能解决 如果不行的话 就让老爷上陈情表说明 最多是隔职茶班 要是长兴侯家愿意力保 也许还有回旋余地 这的确是顾家唯一能走的路 但是顾锦钊觉得 也并不是无路可走 至少陈三爷那里 说不定还有办法 按说陈家的事 他也该知道七八分才是 如今却十分的不确定了 顾锦钊犹豫了一下 吩咐曹子恒 你暗中打探一下 看看父亲和陈大人 是不是有什么牵连 或者是咱们不知道的关系在里头 曹子恒一愣 大小姐说的陈大人是 紧招倾吐出几个字 户部尚书 陈彦云 曹子恒的脸色正重起来 忙拱手行李离开了 吃过午饭 顾二爷就和父亲一起乘马车前往京城 要去拜见长星侯爷 定国公樊家六小姐 由嬷嬷陪着过来了 是要准备着给顾联当散者的 冯氏把余明英和樊六小姐 都安排在客房 怕得自己身边的二等丫头去伺候着 第二天 给顾联祝贺的人 陆陆续续的来了 没有人知道 顾家即将有一场巨大的罹难 就连冯氏都不知道 她还在和二夫人商量着 要请德音社的戏班子过来唱几天戏 府里一派喜气洋洋 顾联被冯氏拉着 见这个太太那位小姐 忙得脚不粘地 锦昭不爱凑着热闹 也不想这时候往人面前钻 要不是冯氏叫她 她连颜绣堂都不想出一步 下午 姚家夫人过来了 众女圈都被叫到东跨院 要给姚夫人行礼问安 锦昭带着青仆彩服二人 往东跨院去 姚夫人也就是如今文华店大学士 姚萍的正妻 姚文秀是她的第二子 这顾联的吉吉里 她无论如何也得来一趟 冯氏和姚夫人在宴席处说话 锦昭才走到宴席处外 就看到一众陌生的丫头和嬷嬷 垂手站在外面 丫头们或穿着十样锦印花面冬熬 或穿素面锦断面冬熬 耳垂上吹着小小的金银丁香 嬷嬷嬷穿着弹色笔甲 腕上还套着只手指宽的赤金镯子 面上的表情都淡淡的 来人都不看一眼 这应该是姚夫人带来的匍匐了 本集播讲完毕 顾德昭由六亿演播 顾德远由人猫演播 祖母冯氏由渝州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良辰美景》 作者 陈香灰烬 主播 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116集 对策 顾锦钊看了一眼 就往烟熙处里走 先给冯氏行了礼 冯氏照他坐下 都顾不得和锦钊说话 笑着同正饮茶的妇人道 说到饮茶上面 我倒是更喜欢用松子蜜饯泡水 清淡又爽口 紧招这才看响坐在正兵卫的妇人 三十多的模样 穿了件湖蓝色五幅捧兽克斯被子 戴着南海珠子姑 金龙耳坠 长得白净风雨 气质不凡 只是眼睛细长 颧骨高了几分 并不显得平易近人 姚夫人笑了笑说 茶饮多了也是伤身 老夫人用蜜饯泡水喝 倒也是不错 冯氏就让丫头上了盏 松子蜜饯泡茶给姚夫人 姚夫人接过之后 却放在一边问冯氏道 老夫人 这做了小半天了 你们连姐儿怎么也没来拜见 姚夫人可别见惯 她那时去和樊家六小姐说话了 我派人去喊了 稍后就过来 冯氏心里也不犹绝的 顾脸不知轻重 别的人缓缓不行吗 姚夫人以后可是她婆婆 还要是在婆婆面前落下个不好 以后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 看着姚夫人也不是个简单的 正三品告命夫人 人家端得十足十 就是她才能和姚夫人说两句 顾二夫人和姚夫人 才算是正经亲家 只有坐在旁的冷板凳上喝茶的份 听到丫头隔着帘子 禀说二小姐过来了 冯氏心里才算松口气 顾脸和顾蓝一起进来 两人都精心装扮过的 屈身行礼过后 逢是让顾脸过去说话 姚夫人的目光在顾脸身上一转 才笑着说 脸姐导致的好看 我上次见你 你还像个小豆丁似的 顾脸笑着回道 你上次见着我 还是十岁的时候呢 这可是姚文秀的母亲 她要拿出十分好的姿态来面对 顾脸随即又屈身道 脸姐儿想着要见你得慎重 特意回屋换了衣裳过来 因此才迟了些 你可千万别和我生气 姚夫人笑了笑 并不说什么 过了会儿 才由二夫人陪着去客房住下了 冯氏一直笑到姚夫人离开 才瞪了顾脸一眼 换不换衣裳有什么打紧的 也太不知轻重了些 幸好姚夫人没有计较 顾脸委屈地撇撇嘴 您是不知道 我和蓝姐儿去找凡家六小姐玩 刚好看到于明英也在那里 说她那串霉红色必洗的手串 多指钱多好 还是我身上穿的装花被子 都洗旧了 一点都不好看 我想着要来见姚夫人 才回去重新换了衣裳 你要是不信 只管问蓝姐儿 顾蓝正一说话 就被冯氏冷冷地看了一眼 冯氏又接着说顾脸 这样的话她能说 你却说不得 一串霉红色必洗的手串 能值多少钱 你听得她说 幸好在这儿的 都是顾家的小姐和丫头 让别人听去了 还会以为 顾脸眼红人家于明英的东西呢 冯氏又对顾蓝说 亏你还是当唐姐的 你连唐妹不清楚 你还不知轻重 当即就该催了她过来 顾蓝咬了咬嘴唇硬事 心里却是觉得很委屈 冯氏这是谦怒 顾脸想做什么事 哪里有她能阻止的道理 这事能说到她头上吗 锦昭在旁暗想 余明英倒也不算说大了 她那串 眉红色必洗手串 剔透圆润 个个都有支架盖大小 十分罕有 她倒也有串 一百零八颗的必洗手串 不过是较常见的 黄必洗 没有余明英的那串贵重 冯氏又说了顾脸几句 才道 算了 懒得多说你 但人家余明英是来给你当赞者的 你明日还得去和人家说说话才行 她把在座的几个孙女儿都看了 目光落在顾锦钊身上 别的几个兽女身份不够 还是顾锦钊最明白事理 她随即就吩咐顾锦钊 赵姐儿 明日你陪你连堂妹去见余三小姐 你是个懂事的 祖母信得过你 说些好话 让余三小姐和连姐儿缓和些 今朝想着 明日父亲他们就该回来了 他站起身应了诺 顾二爷和顾的招递了明铁 还在厅堂里等了一会儿 才等到长星侯爷出来 听完他们所说之事后 长星侯皱眉想了许久 让人去请老侯爷过来一起商量 老侯爷听后问顾得招 这次赈灾调集的通仓粮食是多少 顾得招想想回道 先后会送出去五批 公审十二万单 如今粮仓的粮食加起来只有九万单 老侯爷又想了许久才说 我们长庆侯家如今韬光养晦 凡事我都让叶县隐忍些 臂气锋芒 这次要是帮了你们 我们叶家势必会和张首府正面对上 顾二爷听得脸色一白 芒拱手道 老侯爷 这些事里咱们也明白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也不会求到您这里来 您要是也不管这事了 咱们顾家还真是走投无路了 老侯爷淡淡的 我没说不帮 只是这要如何帮 得拿出一个章程来 顾家在别人眼中 自然算是叶家派系 如果长星侯家任由顾家轻腿 其他依附于叶家存在的事里会怎么想 难道不会生出 树倒胡孙散的想法 他侧身问长星侯 叶县啊 我这几日怎么都没看到他 长星侯摇头道 您就别问他了 如今整日整日的在大理寺里 他母亲想让他先去相见 何大人家的小姐都找不到人 叶县最近形势古怪的 又找了不少的汉林苑和六部 先进的两榜见识名单看 说要挑了好的 给长星侯家当幕僚 人家两榜近视 会给他当幕僚吗 再说 这些心如汉林和六部观政的近视 也不适合做幕僚 简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要是叶现在 这事指不定能想出办法来 老侯又叹了口气 这是你还是别插手吧 他如今忙的事业多 粮仓的空缺是填补不上的 长星侯家和千户营 五军营关系虽好 但也不可能打开卫仓 补通仓的粮 而且动静也太大了些 如果能把这个孙氏涛找到 那么还好说 但如今这人肯定是被 张巨连的人控制起来的 长星侯爷问顾德昭 这登记的文书 是不是只有你们手头的一份 顾德昭苦笑 唉 要真是只有我手上这一份 倒是容易办得多了 他只笑把文书销毁 再把那几个仓石打点好即可 但是实际上 这些文书都会背记在册 上交户部 也就是说 一旦来人运粮 发现通仓的粮食出了问题 当即就可以把它拿下 随即户部记录的文书 可以查出是他下达的命令 大理寺督察院 就能论定他的罪 上报内阁 而只要上了内阁 他毫无回旋的余地 老侯爷继续道 只要孙氏涛不出现 你大可把大部分责任 往他身上推 常兴侯家在督察院 大理寺都能插手 怕就怕这些人 既不把孙氏涛放出来 也不让他真的消失 老侯爷凝重地看着顾德昭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如果最后孙氏涛出现了 但是是自杀而亡 谁都救不了你 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顾德昭脸色一白 孙氏涛要是死了 那就是为罪罪杀而亡 而所有的罪责都会由他担着 孙氏涛要是不死 常兴侯家还能插手大理寺和督察院 但他们能想到的事 人家会想不到吗 和常兴侯府商量完 顾德昭等人又连夜回了顾家 顾锦昭已经吩咐好了清仆 要是父亲回来就叫醒他 清仆在无狼下首夜 看到前院的烛光亮起 就进冬烧尖叫大小姐 这时候才半夜 离开烧得热乎的大炕 紧张才觉得周身发冷 他穿了冬袄披了剑貂皮的斗篷 去前院父亲的住处 顾德昭一天一夜没休息 眼睛熬得通红 俊秀的脸也显得落魄许多 听闻锦昭过来 忙叫了随事去烧炉火 又责备他 你起来做什么 他刚回来 屋子里冷得跟冰窖一样 无论怎么说 锦昭比他们多了份先知的优势 他要是知道事情的发展 说不定能想出对策 他坐下来后问父亲 您去和长兴侯府谈 如何了 顾德昭叹了口气 一时沉默 锦昭心里也明白 长兴侯府如今韬光养晦 要是大张旗鼓的帮顾家 先前的努力可算是富州东流了 估计也只说了些利宝父亲的话 要想毫发无损 那是不可能的 叶家对顾家并不常情 老侯爷更是个心狠手辣 什么都能割舍的 前十五夫人死后 顾家去叶家报了讯 那时候叶家还到处截着麻布白帆 老侯爷窥然不动 仅仅是淡淡的恩了一声 叶家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五夫人的丧事 也许当时是恨极了顾家 顾德昭难难道 算是父亲没用 年近四十了 还在郎中的位置上 也不得着生 如今更是一师大义被人陷害 想要自保都无能为力 还要连累你们跟着受苦 顾德昭的手放在锦昭的肩上 眼眶发红的道 赵姐 父亲要是真活不下去了 你就好好孝敬你祖母 好好照看这弟妹 咱们家和祖家身份 我都知道 要是我不在了 你们更是要委屈求全了 她不在了 逢是会对她的几个孩子好吗 她不想紧着在顾家 委屈求全的活着 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 能委屈求全的活下去都是好的 怕只怕顾家轻颓 几代人的努力化为乌有 到时候 招姐他们该何去何从 紧着两世为人 许多事情都看得淡漠了 如今看到父亲悬然欲哭的样子 心里也忍不住抽痛 父亲就算有错 那也是他的父亲 他低声道 您别急 这事不一定就没有办法了 您先好好地睡一觉 等精神好了再想办法 顾的招点点头 又让他先回去睡 招姐懂事是好的 但是这些事情 本就不是他能插手的 他就算再聪明懂事 那也不过是个未出格的女子 顾锦招离去之前问了父亲 开粮仓是什么时候 顾的招愣了一下才回答道 十一月二十四 那就是三天后了 时间太紧 恐怕是等不得曹子恒打听清楚了 顾锦招在回去的路上慢慢想着 陈三爷的事要是这么好打探 那也枉为内阁大臣了 他心里有个更好的主意 他想亲自去问问陈三爷 既然他愿意给顾家报信 那他肯定是不想害顾家的 这件事可能很复杂 就算是同为张党势力 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 例如前世陈三爷和瑞亲王的关系一直不好 两派间彼此有轻压 会不会是 但是陈三爷并不是想帮他们 而是想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呢 或者像他原来猜测的那样 陈三爷因为什么渊源 想要庇护一下顾家呢 人的侧隐之心是很难说明白的 如果他去问了 陈三爷说不定愿意指一条明路出来 但是想见到陈彦云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何况他还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规格小姐 恐怕只有等顾连的机器里过了 他借口去遇照方买东西 才能得已出去了 紧昭望着澄澄叹了口气 才慢慢闭上眼睡去 本集播讲完毕 顾德昭由六亿演播 姚夫人由比安樱花演播 老长星猴由追马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追马 云天河雪月之下 第117集 让锦招来顶顾连的错 明天就是连锦的吉西里了 府里越发的热闹起来 锦招一大早就被冯氏的丫头请起身 要陪顾连去见余明英 她去西跨院相房的时候 余明英在和她贴身的嬷嬷说话 顾连则和顾兰边说边笑 两边的人是谁也不理谁 见到顾锦招来 顾兰慢吞吞起身行礼 顾连却拧着趴子转头 和余明英的嬷嬷说起话来 温嬷嬷 您穿的这件笔甲样式真好看 一点都不嫌老呢 顾锦招的嘴小抽了抽 这顾连究竟是故意含成人家嬷嬷的 还是真的不会说话呢 人家温嬷嬷笑咪咪的道 顾家小姐谬赞 是我们三小姐垂帘 不嫌弃奴婢 人老粗笨的 余明英一双姓眼 只瞥了顾连一眼 落在顾锦招身上 皱了皱眉问 我上次见过你 你是谁 温嬷嬷忙让丫头端井屋上来 又小声在余明英耳边说了句话 余明英才笑了笑 啊 对了 表嫂说过你是顾连的堂姐 过来坐吧 我看你人长得好看 打扮也漂亮 帮我看看这些花店是不是该扔了 像对丫头说话似的 顾锦招并不在意 有些交惯了的小姐和谁说话都是如此 她坐到了余明英旁边去 帮她看那一盒子 样式各异的花店 笑着说 哼 我觉得都好看 不知道明英妹妹是喜欢金垫 还是脆垫 余明英壮若无聊的用手拨着一盒子花店 挑眉问锦招 你觉得呢 妹妹穿着素牙 应该是喜欢脆垫 或者花黄吧 余明英点点头 把那一盒子花店递给顾锦招道 这些都是金垫 我不太喜欢 你那里有没有好的样式 一般的花店都用了金银翠鱼 材质做的 我以前还有用残液干花瓣所做花店 不过不能保存下来 要是明英妹妹喜欢 可以找一些花瓣来做 顾兰听到做花店的事 也看了看顾锦招 她的脸干干净净 平日里脂粉都不擦 还会做花店吗 余明英听了却很高兴 哼 在这儿待得烦闷 你等我去找了剪刀和普罗来 我们去做花店 书者拉了温嬷嬷出去 要去问顾锦华拿剪刀和普罗 顾锦招喝了口茶 却看到青蒲站在门口 似乎是在小声喊她 她放下茶盏走出去 原来是逢社派的丫头过来问话 担心顾莲和余明英相处不好 锦招和丫头说完话进去 却觉得 顾莲和顾蓝的脸色有些古怪 不一会儿 余明英拿了普罗过来 拉了她去院子里做花店 等到了傍晚 锦招才回颜绣堂 坐下喝了碗枸杞银耳羹 锦招又去了书房给罗永平写信 他借口去御兆方买东西 可是在罗永平那里换了马车去蓝西方 陈三爷上朝必经晚平 大兴与京城接壤的蓝西方 约莫是下午生时 他能在那里拦下陈三爷最好 幸好陈三爷出门不喜欢带大批的侍卫 刚把信装好 却听到陈三爷隔着帘子通传 说冯氏请他去东跨院 顾景招换了衣裳去东跨院 才走到正堂 就听到西四仙传来于明英的声音 东西是长了翅膀飞得不丑 说什么只是不见了 你们就是仗着你顾家欺负我不是 明英啊 不过是一串必洗手串而已 大扫回去给你买了更好的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 大扫我看你一向待我好 我才没有和你计较 我到你顾家来一次 东西都能偷了去 你们这是极度我瑜伽附数啊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是不是箱子都要给我搬空了 顾景招正要跨进西四仙 里头冯氏身边的婆子出来了 小声跟她说了句 是余三小姐那串必洗手串不见了 找了小半天都没找着 她一口咬定是连小姐拿了 唐小姐您可得劝着点 于明英的必洗手串不见了 顾景招皱了皱眉 她进门后去身行礼 于明英看到她进来 才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顾景招看到罗汉床上的冯氏 脸都黑成锅底了 旁边站着顾莲和顾兰 两个人都低垂着头 二夫人顾景华 则坐在一边 冯氏让顾景招站过来 和于明英说 明英啊 你说你必洗手串 是连姐他们在的时候不见的 这人咱们都找过来了 她问顾景招 赵姐你说说看 那时候屋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丫头 顾景招想了想回答道 屋子里有连堂妹的两个丫头 拦脚身边木槿 冯氏勉强笑了笑 温和的对于明英说 说不定啊 是哪个丫头不懂事拿了 你别急 等我把这几个丫头找来问话 要是问出谁拿了你的东西 我肯定不会轻饶了她 于明英却不想领这个情面 她随即道 我知道老夫人您是明示里的人 这人做错了事总不会包庇吧 你们顾家的丫头 难不成胆子就这么大 敢随便拿主子和客人的东西 我是不信的 要不是有主子指使着 那是谁都不敢动的 我这也不是心疼手串 我这是被你们顾家的人欺负 心里难停啊 老夫人 你今儿要是不把偷东西的叫出来 给我道歉了 我可是不会算了的 冯氏脸色更难看了 顾莲娇蛮 那也没有于明英这样难说 她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不过是丢了一串手串 简直像要了她的命一样 好说歹说都不听 好说歹说 云明英才愿意到东西县里歇一会儿 喝茶润嗓子 临走前看了顾莲和顾莲一眼 大有不肯罢休之意 冯氏秉析片刻低声道 顾莲 你过来 顾莲抬头看冯氏脸色不佳 小步走到冯氏面前 刚开口准备说话 冯氏一个耳瓜子就抽过来 顾莲被打得一个不稳 捂着脸蛙的一声哭出声 二夫人顿时心疼了 忙上前扶着顾莲 冯氏更是气了 瞧瞧你叫出的女儿 什么不好学偷拿人家的东西 我们顾家从来没有这样的小姐 那就是丫头也不敢小偷小摸的 你这个女儿教得实在过分 她虽气地指着顾莲骂 声音却压着 怕余明英在外头听到了 顾景华看自己妹妹那张娇嫩的小脸 伏西指印 又哭得气都喘不过来 盲说 哎呀祖母 也不一定就是莲姐拿的 她明天还要参加集机礼 您这把人打坏了可怎么好 冯氏是觉得 她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还是在一个小杯面前 气得什么都不顾了 她继续对顾莲道 你说说看 你长这么大 我打过你没有 还说不是你做的 那房间就你顾兰和赵姐儿 顾兰和赵姐儿会去拿人家的东西吗 要不就是你 要不就是你窜动了丫头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顿了顿 由不解气 要不是看着明天是你积积礼 我非罚你跪一碗祠堂不可 顾莲捂着脸颊 抽抽大大道 是我拿的 她 她不就是一串手串 有什么好显摆的 我是觉得她太过分了 没有想谈她东西的意思 祖母 您知道 脸姐是探别人东西的人吗 冯氏恨不能跳起来再打顾莲一巴掌 人家显摆人家的 要你逞呢 于明依要是闹个不休 你的名声就全完了 正好你积积礼 有头有脸的夫人都来了 不用出门 你的事就传遍了 你这么大个人了 做事怎么一点考虑都没有 顾莲被吓得直哭 话也回不上来了 冯氏喘了口气又问她 东西在哪儿 顾莲只顾着哭也不说话 冯氏看的额头轻轻着跳 她旁边的兰芝才战战兢兢的道 回太夫人 在 在阿夫人院子旁的成心湖里 阿夫人低声问 二小姐把手串扔糊里了 兰芝点了点头 不然刚出事的时候 顾莲就会叫她去找来了 冯氏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顾锦华小声道 那 这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真的把莲锦交出去吧 要是这事说出去 莲锦的名声可就全完了 明天又是她的街机里 姚夫人也在这儿 顾莲最紧张的 莫过于她的亲事 听到这些话 吓得脸色都白了 名声变差 她才不要名声变差 不然就跟顾锦招一样 没有人提亲 背地里被人嘲笑 想到顾锦招 她却眼睛一亮 对啊 她的名声差了 对顾家影响很大 但是顾锦招无所谓啊 反正她的名声都这么差了 还能再差到哪去 她突然指着顾锦招道 说是她偷的 反正她名声也不好 再加上一条又不能怎么样 顾莲语出惊人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顾锦招 顾锦招一直在旁不说话 听到这里才抬起头 五夫人是一直不说话的 二夫人顾锦华 没有出言反驳 冯氏却把她打量了一番 眼中的深意 谁都看不明白 就算看不明白 顾锦招心里也清楚 她在想什么 她觉得顾莲的提议可行 冯氏才缓缓开口道 你不知道要叫唐姐吗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让人顶罪 是能随便说的 她欲言又止 叹了口气 对锦招说 赵锦招 祖母知道 你一向懂事 这名声上的事 咱也不会说什么 你和明英的关系 处得比连锦好 要不 你私下和明英说说 连锦招 毕竟是要嫁人了 因为她懂事 所以要把她当软柿子捏 因为她名声不好 所以活该来顶顾莲的错 没有这样欺负人的道理 顾锦招简直要被冯氏气笑了 对冯氏来说 没有那个孙女更贴心的说法 谁能给顾家带来最大的利益 她焦力保谁 但如今 顾家内忧外患者 他们还在窝里玩这些小酒酒 她看着都觉得心冷 她轻声道 您让我陪连锦去和明英妹妹说话 我可是一直和明英妹妹做花店的 您说是我偷了手穿 明英妹妹可也是不傻的 这一直陪伴着她的人 哪有空闲去偷手穿呢 就最开始的时候 明英妹妹和温嬷嬷出去了 我恰好也被您派来的小丫头春江叫出来问话 等我回去后没多久 明英妹妹就来了 那时候 屋子里只有连锦和蓝锦在 外头的小丫头 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冯氏这才想起 她确实是叫了丫头去问话 刚好把顾锦招给错开了 顾锦招说完 却还没有停住 而是抬头看着冯氏 继续道 即便是如此 您让我认错 我也去认错就是了 管明英妹妹信不信呢 我说了就是的 反正 我的名声也不好 在添一笔又怎么样 她眼眶尖红 跪下来继续道 我这还有什么脸面活呢 认了错 就回去自行了断了 只要您说一声 我立刻就去 冯氏愣住了 顾锦招一向懂事听话 可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说话过 她连忙道 这有什么了不了断的 祖母这不过是说说 怎么会真的让你去呢 她亲自下了罗汉床 你认了 冯氏愣来扶锦招起来 顾锦招却不肯起来 继续道 反正如今我心里也难受 您就说一声 为了连堂妹 我做这点事还是值得的 顾家荣耀就够了 我也有什么关系呢 这下二夫人顾锦华也来扶她 赵姐可别这么说 这事不能让你去认 你认了 明英也不会信呢 快起来 二夫人又怒登顾莲 你还不快过来赔罪 说的那是什么婚话 顾莲也被顾锦招的话吓到了 但她可不觉得 一向温和冷静的顾锦招 真的想去死 她小声的道歉了 顾锦招才被扶起来 冯氏亲自拉着她坐在罗汉床边 给她擦了眼泪又安慰她 赵姐 祖母那话就是说着玩笑的 怎么可能真的让你去呢 这就是顾莲说的糊涂话 你可别在意 以后别说什么死不死的 祖母可是真心的疼爱你 你说这话 祖母可是伤心透了 她想不到 顾锦招会这么强硬 也是 逼一个女死成人的根本没做过的事 就是为了保全唐妹的名声 是个泥人她都忍不下去 何况顾锦招不是认她揉错的 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哪里是她老婆子逼她认错 分明是在说她 在逼她去死 本集播讲完毕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夜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a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夜光追马 云天河雪月之下 第118集 约见陈三爷 冯氏就这么和顾锦招说话 也没见他再多说什么 反倒把自己的手抽了回去 冯氏咳嗽了一声 不敢再提让顾锦招去认错的事 他叫顾莲过来 你说说看 你是什么时候拿玉米英手串的 顾莲捏入一下 才小声道 就是锦招堂姐出去的时候 我和兰奇尔在厢房里 冯氏看向了一旁坐着的顾兰 顾兰根本不敢说话 看到冯氏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吓得咬紧了嘴唇 冯氏阴沉着脸问他 爛锦 你看到脸锦拿东西没有阻止他 他怎么敢阻止呢 何况他也不想阻止 他心里反倒还隐隐期待着 等东窗事发了 顾莲肯定会被众人斥责 他这几天这么风光 也该尝尝重使之地的感觉 但是他没想到 于明英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也没想到 冯氏为了保全顾莲的名声 连顾锦招都敢拉下水 顾锦招都可以拉下水 那他呢 顾莲满跪在地上 哭道 祖母 是我的错 我没有阻止脸锦儿 求您罚我一顿吧 冯氏不为所动 冷冷地看了顾莲一眼 语气却很柔和 不过是孩子家的事 没有什么罚不罚的 脸锦懂事明理 祖母是知道的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你一向和连锦儿观际近 这事你要是不帮他 他可就无路可走了 顾兰觉得一阵阵晕眩 冯氏这个意思 是想推得出去认错呀 他要保全顾莲 又不敢动顾紧招 只有把主意打到他头上来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顾莲 终于哭着开口了 蓝锦儿 你可要帮我啊 我 我把我那堆金板关给你好不好 顾兰仿佛没听到顾莲的话 他也想学顾紧招 眼泪也跟断线的珠子般往下流 祖母 我认错倒是无妨 但是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以后恐怕就更不好说亲事了 祖母 我一向侍奉你恭敬 您不能这么对我啊 不能这么对他 错明明就是顾莲犯下的 为什么要说到他身上来 冯氏却道 祖母带你如何 蓝锦儿你还不清楚 要编排我老婆子带你不好不成 你放心 这事我好好和余明英说 保管传不出去 你只需认了错 祖母自然会补偿你的 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要是余明英真那么好说话 冯氏就不会想让他们出来认错了 顾兰就是再不愿意 也不能违背冯氏的意愿 他最后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 打开门扇走出去 冯氏他们口气 吩咐身旁的弗铃 一会儿 给蓝锦儿那里送几匹罗断尺头 月历长到十五两 再找我那副金服寿柄花 一串红珊瑚手串给他 弗铃应怒 冯氏挥了挥手 让大家跟着他去冬刺监 顾兰已经认下了错 余明英却看着他冷笑 你当我是傻的 你是什么身份 想揣认错就认错 顾兰静静的 明英妹妹说的对 蓝锦儿身份低 但是蓝锦儿还是明白事理的 这做过就是做过 我寄予你的闭锡手串 所以自己偷偷拿了 要不是一不小心掉进湖里了 我也不会站出来认错 现在任打任罚 我惜听明英妹妹尊病 既然他注定要顶罪 那就好好认下来吧 说不定冯氏 对他还有几分同情的念头 冯氏刚带着一众人 走到东四间外 笑着走进去 拉住于明英的手道 明英啊 这事我们不对 蓝锦儿那是太喜欢你的东西了 我已经好好责罚他了 明英你出身名门 自幼熟读诗书 这点事也不好再计较下去 你要是喜欢 明儿去我的库房随便选了 让你喜欢的东西 你身份和蓝锦儿不一样 和他志气也不值得 是不是 我知道你向来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于明英看了一眼 站在二夫人身后 畏缩不敢上前的顾莲 嘴角也扯出个笑容 顾家还说什么 书香门底 这嫡女教养成这样 别说嫁了阁老的儿子秀不了她 就是嫁了正正经经的侯爷誓死 也照耀眉戏 逢是一顶出身名门的帽子扣下来 她还真不好多计较了 温嬷嬷这时候上前一步 去身行李道 老夫人别计较 我家三小姐性子是急了些 却没有恶意的 这事咱们也有错 随意把东西搁在屋子里 百百遭人惦记 毕竟咱们是殷勤 也不好为了这点小事 伤了和气 冯氏的神色终于松了些 这位温嬷嬷就是余三小姐的乳娘 在余家也是很有地位的下人 温嬷嬷这话说的体贴 且看你说要如何惩罚兰姐 我绝技不拦着 芸茗嬷看了顾兰一眼 顾兰垂着头 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 我反正还要在顾家住一段时间 就让兰姐姐来帮我起居吧 也就是帮忙梳个头 沏个茶什么的 也不耽误事 顾兰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她这是要让自己去给她当下人呢 要是给别人看到了 她还有脸吗 逢是神色一松 不过就是端茶送水 对于这位温嬷嬷小姐来说 算是从心处罚了 她随即对顾兰说 你还不快起来 你明英妹妹这话使得 顾兰站起身行礼 却好像被人迎面扇了巴掌一样 脑袋瘟瘟缩小 她没有医障 不是敌女 就被这些人欺负成这样 顾兰和她交好 却愿意立刻把她推出去顶碎 实在是好姐妹啊 顾兰咬了嘴唇 今日的屈辱 她要是不还给顾兰 她就不是顾兰了 云明英没有再表示异议 说自己累了 就和温嬷嬷一起回了西跨院厢房 临走还好好关照了顾兰 让她明日早些过去 冯氏让别人都回去了 留下顾兰和顾兰钊说话 顾兰钊先和冯氏交谈 今天这事千错万错 那都是顾连的 她和顾兰那是无端被牵连 冯氏想到刚才顾兰钊说话 那个绝绝的样子 心里还是不安 劝说了她好一会儿 顾兰钊才松了口 祖母不用多说 赵姐明白您的苦衷 冯氏叹了口气 脸姐不成气 难为你和蓝姐了 祖母是对不起你 你要是有什么想要的想做的 就和祖母说 要什么祖母都给你找过来 顾兰钊摇了摇头低声道 我倒也没什么特别想的 只是上次在预兆方看见 一个花样的尺头好看 不过太贵了些 我当时并不敢买 现在倒是想要了 祖母要是同意 我想等连姐的集系礼之后 去一次预兆方 冯氏不太愿意女子出门 不过想到刚才的事 她还是松了口 顾兴钊出来的时候 看到顾兰站在夜色里 被浓稠的黑影淹没 顾兰也看着她 过了好久才低声问 你看着我受辱 是不是很得意 你是敌女 我是庶女 我这辈子拍马 都赶不上你们 你要是想笑 她可笑出来 顾锦钊去理也不理顾兰 带着青铺和彩服 静止回颜秀堂去 她不想和顾兰说话 也没必要说 第二天就是顾连的集系礼 办得热热闹闹 风平浪静 顾锦钊注意到 顾二爷只露了个面 就再也没有出现 父亲一整天都在书房里 和他的幕僚商量 顾连最后由姚夫人提她插击 顾连的集系礼 顾锦钊也是忙了一天 等扫上醒来已是沉正了 顾锦钊有彩服服侍着 穿了冬奥 小声说青铺 你也不早些喊我 青铺帮她挑了 缠质纹缠冰枣似的床帘 用牡丹银勺烧好了 才笑道 您这几日都没曾好好睡 奴婢给您点了安神香 想让您多睡些时候 但这几日确实睡的不多 锦钊看到彩服拿了件 鹅黄色四喜如意纹的冬奥 想了想 就让她换了件 白底蛋子卓越纹对劲的冬奥 又另穿了深定青色香裙 梳了干净整齐的发际 用了一串大大小小的 白玉簪花色发式 徐妈妈一早就去敦跨院 拿了对牌回来 过了晨午 顾锦钊只由青蒲和彩服陪着 去了前院 冯氏派了四个侍卫跟着她 出了顾家门 马车一路慢悠悠的 往德正方去 罗永平早在苏航 裸丑段铺子后门 帮她备好马车 锦钊上车后吩咐她 我这一去就是半个时辰 那几个侍卫若是过来找 就让彩服换了和我相亲的衣裳 坐在里头 罗永平欲诺 您放心 奴才照看着 不会出岔子的 顾锦钊只带了青蒲上了马车 这副一挥鞭子 马车快速的朝着南西方去 南西方不如德仲方和玉兆方繁华 不过是个金石板铺路的干干净净的小旗 往来的人也不多 往左就是通向晚平的官道 往前是京城外城 这副把马车停在了一个卖羊肉和烫酒的小铺子外面 又给了店老板一丁二两的银子 告诉他随后就不要客人再进来了 店老板连声应下 这二两银子顶得小半个月的收益 顾锦钊手里摩索着陈三爷给的那张字条 低声吩咐的车夫 你等一下去拦马车 说请三爷喝羊肉汤 再把这东西给他 可记明白了 陈三爷看到字条 应该就猜测得到 是顾家的人想见他 如果他不愿意帮忙 或者不想被卷进来 就不会答应过来 罗永平找的车夫极为机灵 连声应下来 结果字条 就揣进褐色棉袄袖子里 往铺子外的是台上坐着等 小铺子里人渐渐走了 锦钊才下了马车进铺子里 里头开着扇窗 放了四张干净的木桌 桌上还摆着碗柱 一碗香油 紧张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让店老板上了一壶热茶 一辆轻微马车行驶在轻蚀路上 王玄范也太难缠了些 江言小声道 陈彦云坐在马车上 闭目揉着眉心 山西赈灾的银子 因由户部关着 他自然会定夺 王玄范一个公布上述 竟已修筑堤房 书迅河道这名 插手户部的赈灾银两 书要先借由挪用 朝中尼欧老陈 对压下赈灾银一事不满 王玄范再这样声势 户部也难免尴尬 但王玄范此举 虽然明目张胆 却郑重张俊连下怀 陈彦云没有说话 过了会儿才睁开眼问江颜 顾郎中有没有折子上来 江颜愣了片刻 您说的是四更顾郎中 一刻小小郎中 怎么入了陈大人的眼了 陈彦云斟酌了下说 下官没见到过顾郎中的折子 这人可是有什么要紧的地方 不然下官回去查证一番 二十四日开仓 如果再不折折子 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陈彦云笑了笑 哼 罢了 本来他就不应该管 王玄范的事他们也不可退缩 不然王玄范惩治员 仲如有功 张俊连也要对他另眼相看了 陈彦云摸着所守的欺男陈香珠串 吩咐江颜道 公布书郡河道 应该有专门的苦银拨下来 他连折子都不上 就要用户布的银子 咱们还要帮他一把 你回去找了公布四川 罗侍郎上折子 他不是哭穷吗 把他前院挪用公营 置办千亩良田的事传出去 不用特意参他一本 最好说给张大人 在督察院的侄子听 张俊连最恨官员贪腐 王玄范这千亩良田 还偷偷买下了香河 就是怕事情传出去了 江颜硬怒 陈彦云再次闭目养神 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江颜一个坐不稳 立刻吊开莲子问胡荣 你这马车怎么停了 三爷怎么休息着呢 胡荣也气恼 他架了两匹轻松马 跑得也快 面前却突然冒出一个 穿黄褐色棉袄的矮角汉子 挡了他的路 要不是他勒僵绳累得快 这人就没命了 胡荣张嘴就骂 你这人是想寻死呢 路这么敞亮 你非要往这冲过来 我要是狠点心就撵过去了 你信不信 那汉子做礼仪 笑得十分讨喜 小的不过是赶车的 主人吩咐 请老爷去喝一碗羊肉汤 就搁旁边老习羊肉汤铺里 不耽误事 胡荣皱了皱眉 我们家老爷什么个身份 凭着你想请就能请的 快给我滚开 他举起马鞭 汉子又是笑 您可别生气 我们主人和你们老爷可是故教 您瞅瞅 我这儿还有信物呢 汉子挤不上前 把字条塞进胡荣袖中 胡荣愣愣愣 回头望了姜妍一眼 姜妍却看了一眼挨脚汉子 穿了件黄鹤短眠衣 躁色裤子 样子十分不起眼 但是这样蓝车的胆识 却不一般 他向胡荣伸手拿了字条 转身进了马车里 三爷 我看这人不一般 您看看这东西 姜妍把字条递给陈三爷 陈三爷慢慢展开字条 他面上看不出表情 姜妍就不由幸于谨 可别是他判断错了吧 这要是随便借了 不相干人的东西给三爷看 他可难辞其咎 姜妍硬着头皮说 不 不然 下官立刻就打了那人离开 陈三爷把字条揉成一团 随小露出淡淡的笑容 既然人家诚心请了 走吧 下去喝羊肉汤 姜妍一愣 陈三爷却率先下了马车 他连忙跟下去 心里还在胡怡那上面究竟写了什么 羊肉汤铺的门开了 生腾的水汽和灰尘混合在阳光里 随着阳光照射进来 今朝随即站起身 他看到陈三爷走进来 他还穿着件匪色盘领诱人袍 腰间继细隔带 正二品的官服服制 他正是刚从户部衙门下来 外面还披了件黑色大厂 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红橙子衣 正看着他的男子 那呼容却在外面小声和店老板说话 让他回避 这个穿成字衣的男子 应该是陈三爷身边很得力的一个幕僚 叫姜妍 陈三爷看着他 依旧带着儒雅的微笑 那目光却好像要洞悉他的心思 顾锦钊一时恍惚 他还从没有认真仔细地打量过陈三爷 和前世相比 他好像年轻十多岁不止的样子 前世陈三爷去四川前 他偶然看他一眼 才三十多岁的人 竟然两鬓一耳白思 他何尝这样对他笑过 顾锦钊上前一步 去身行礼道 烦扰大人安宁 小女和您在通州 有一面之缘 您可还记得 陈彦允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侧头吩咐姜妍 去请店家端热水过来 再上一盘羊肉吧 天大寒 羊肉正好能去除寒气 他才温和地对锦钊说 不急 你先喝点热茶暖胃吧 他出来这么久 这屋子里又没有炉丝取暖 脸蛋都冻得微红了 顾锦钊一时语色 和陈三爷说话费劲 他还是第一次有所体会 他既不问他是谁 也不问他为什么要找自己 反而宛如熟乐般请得喝热茶 不急不徐 似乎真是一场朋友会晤 他请神三爷坐下 自己却站在一旁道 小女母亲顽固 手沾星骚 大人见谅 陈三爷恩了一声不再说话 过了会儿 店家上羊肉和热茶上来 端茶的手都在发抖 陈三爷开始慢慢吃羊肉 一盘羊肉见底了 他才放下筷子 你猜到字条是我所写 锦钊应了一声是 陈三爷点头道 还敢这样来找我 你应该也不算笨了 他抬起头看着顾锦钊 语气却放得更慢了些 那你也该知道 我是不会帮你的 陈彦允刚开始之所以会提醒顾锦钊 那时知道他们没有回天之力 顾锦钊父亲要是发现了粮仓的问题 能上了陈青表认罪 不至于丢了性命 却没想顾锦钊能猜出 是他给的字条 还这样明目张胆 来拦他的路 他的胆子一向都大 让他觉得啼笑皆非 锦钊屈身道 如果大人不会帮我 一开始就不会写字条给我了 退一步讲 即便您不帮我 我也只是来谢谢大人一声 恳请大人告诉我 为什么要帮顾锦钊 陈彦允却叹道 可见我真是做错了件事 本集播讲完毕 陈彦允由追马演播 于明英由小硕演播 冯氏由于周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追马 云天河雪月之下 第119集 真的不记得了 顾锦钊听到的这句话 心里觉得有些不妙 难不成此时他猜测的有出入 陈三爷并不是因为和父亲有什么渊源 或是政治斗争 才想随手帮他们 而只是动了侧隐之心 但他 可是陈三爷 哪里来的侧隐之心这种东西 想到后世所发生的 刘兴云探末一案 他还有些心有余悸 万里三年 张巨连的外甥 颜韵司同志周虎生 强占了刘兴云的次女为妾 并打死刘小姐的乳母和贴身丫头 刘兴云递了折子上去 还没到内阁 就被督察院网罗了他末的罪名抓捕 刘兴云喊冤 在店前磕破了头也没人理 陈三爷力压所有为刘兴云上书的折子 更把几个牵扯交声的大臣 降着贬折 再也没有人敢为刘兴云喊冤 后其全家流放凝固塔 而周虎生不过是被张巨连罚了一个月的禁足 要不是情形危机 我也不会找到大人这里 小女斗胆猜测 大人虽危机人臣 但在内阁并非没有对手 据小女所知 这一直力压正在的 可是仅身殿大学士王大人 因正在一事 大人可被王大人 挟之甚多 这事顾锦昭早有猜测 王玄范和陈彦允不和 在前世王玄范被扁扬州知府的时候 就众人皆知了 而根据曹子恒所说 如今正在银池是不下 公布却先开始书郡何道 王玄范更是由此得了张巨连亲眼 她心里才有了这个猜测 却并不太确定 陈彦允依旧笑着 左手就开始摸脸珠穿起来 她平静地看着顾锦昭 目光却十分锋利 顾锦昭瞬间觉得手心汗腻腻的 心里不觉有些后悔 这话还是不应该明说 她一个规格女子 哪里知道的这些朝廷密心 不知道陈彦允心里会如何怀疑她 只是为了救父亲 这些事也顾不得了 她穿着一件白底 淡紫竹叶纹的冬袄 深淀青色的香裙 人长身玉丽的 青丝竖了肃静的陶心忌 她低头不语 嘴唇抿得有些泛白 如玉般的小脸在阳光中 显得有些朦胧 纤长的睫毛 盖着成彻如秋水的眼眸 明媚动人 海棠娇艳之色 她穿得太肃静 反倒让人觉得可惜 陈三爷想起她在湖蟹里摘脸蓬的时候 穿的是件淡粉洒红鹰的对筋被子 深红绸杀的八幅香裙 外上还有一对 手指宽 欠白玉的赤金镯子 她随意坐在亭子边 深红的香裙垂落在地上 还有一角落进水里 但她丝毫不在意 一边笑嘻嘻地伸长了手勾脸蓬 一边回头和她的丫头说话 那丫头吓得说话声音都在发抖 那时候她出入占士服 仕途不顺 刚为父亲守完笑出福 她铸足看了一会儿 那少女跟丫头说 你拉着我 还有远一些的我够不到 丫头小声道 表小姐 那就算了吧 她才不听 提了裙脚拧干水 丫头只能胆战心惊地拉住她的手 她往亭子外挪了鞋 躁色绣宝香花的鳞鞋 踩在湖畔的石头上 她笑着说 哼 你不准回去告诉外祖母 不然我去跟外祖母说 让她找人牙子把你卖到穷山里 给人家当同养席 顿顿饿着你 她话还没说完 脚下就是一滑 扑通一声踩进水里 湖水并不深 她凉强了一下就站稳了 香群却全湿透了 她呆若木鸡 气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 才说那丫头 你怎么也不拉紧我 这下全湿了吧 丫头的声音也呆着哭腔 小姐 不然奴婢不要被卖去当同养席 那丫头比她还小点 顾紧昭气呼呼的哼了一声 你还不把我拉上去 我这样回去 你才真是要被卖去当同养席了 两主仆很混乱 丫头忙又伸手来拉她 陈彦允却看得笑起来 她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转身走小静离开 身后却传来落水的声音 还有那丫头大声的啼哭 彪小姐 你拉着奴婢啊 这池子怎么掉得下去 奴婢就叫侍卫来 她转身看去 湖面上却没有顾紧昭的身影 水面上紧扶着一脚红色的绸杀 她心里顿时一紧 忙往回走去 那丫头已经吓得走不动了 哭得停不下来 看到一个男子从小静走到胡蟹旁来 显得十分惊讶 然后哭着跪地磕头道 你救救我们表小姐吧 她掉狐狸去了 她安慰这个丫头 你别急 你们表小姐会没事的 现在立刻去找你们太夫人过来 说你们表小姐落水了 多带侍卫过来 丫头擦了擦眼泪 慌摸点头离去 她一踩湖盘的石头 湯入水中 这水的确不深 往下去有个坑 深不见底 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判断 秉析后沉入水坑之中 很快就找到了正在下沉的顾紧昭 她把她抱上胡蟹 顾紧昭实在狼狈 她浑顺的衣裳都湿了 段子一样的黑发结成落 小脸苍白如雪 眉眼却精致如画 救命要紧 她也顾不得男女之房了 好在顾紧昭很快就 吐出几口湖水醒了过来 无意识地拉住她的衣袖 小声道 不告诉外祖母 不然卖去捅养鞋 她哭笑不得 只能安慰顾紧昭 嗯 不说 顾紧昭又说 难受 难受 我头疼 想吐 陈艾云接着安慰她 一会儿就好了 她拉开顾紧昭的手 打算离开 她虽然 是绣了人家姑娘起来 但毕竟有所冒犯 要是追究起来 难免会坏了她的清誉 她悄然离去 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顾紧昭却拉着她的衣袖 不依不饶 不要走 不告诉 外祖母 她的声音 却渐渐弱了 陈艾云无奈地叹了口气 一根根拉开她的手指 从小静 离开胡蟹 陈艺正在外面等她 看她浑身都湿了 很是惊讶 贝马车 我们立刻回婉萍 她淡淡地 羊肉铺子外面 煮着大锅羊肉汤 水汽 从隔膳中飘进来 远处传来一细的叫买声 一路走一路敲的货廊 用小棒子敲出叮叮叮的声音 顾紧昭捶着头 看自己挂在腰间 绣篮草的蜜褐色香囊 心里转过很多个念头 陈三叶总不至于下手 杀自己灭口吧 陈三叶见她不再说话了 觉得她有点怕自己了 不禁好笑 你现在才觉得怕吗 胆子这么大 一个规格女子 敢私自出门 还叫人来来二品大员的马车 请我喝羊肉汤 顾紧昭觉得陈三叶的语气 像兴致孩子一样 但是没有恶意 也是 她如今才十六岁 对于陈三叶来说 她算什么呢 恐怕连动手都觉得没必要 紧昭反刀镇定下来 轻声道 陈大人全是滔天 我怕是应该的 我来找您 也确实走投无路了 原以为您是出于自己的考虑 也想帮顾家一把 是我想多了 陈三叶温和的一摆手 示意她先别说话 我还以为你什么不怕呢 虽说不知你从哪听了王大人的事 不过可不要胡乱揣测 这话我就当没听过 你也不要和旁人说 小心招致杀身之祸 她往后靠在椅背上 不紧不慢的 我和你父亲差了一颗的近视 你父亲刚进户部关政的时候 曾跟在当时的私渡郎中 文大人手下做事 文大人和我是忘年交 顾念你父亲的财情 一直对他照顾有加 后来只是回了安徽五户老家 去年和我通信 曾叫我多照顾你父亲 顾锦昭记得这件事 这个文大人是个老儒 他小的时候还见过 后来文大人置事了 父亲才转败了林贤仲 竟是因为这个文大人 顾锦昭对上陈彦允的目光 一不小心就撞进陈彦允 身不见底的眼中 他突然后退了一步 陈彦允却还没说完 声音很缓慢 凭着这等交情 我帮你父亲不死 已经够了 再想让我出手帮忙 可是要置我于不义之地的 顾锦昭脸色微变 陈三爷这是不愿意帮忙啊 他低声道 陈大人 这话我本不该多说 但这正在粮食 不仅牵着我父亲 还有山西几十万的百姓 饥荒之下 人人四危 麦儿玉女也不稀罕 您是互不尚书 借您之为损一百姓 历史功功 又该如何评说 顾锦昭觉得 这番话说的实在大胆了些 他实在不了解陈彦允 要说他是个宁臣 他在任户部上书几年 减轻摇曳赴税 国泰民安 从没有贪赃王法 要说他是个贤臣 为虎作娼这么些年 他真是替张巨连做了不少 没良心的事 顾锦昭不等陈三爷回话 行了俯理告辞 陈三爷脸上的笑容 终于淡下来 虽数这些事他觉得没必要解释 但是看着顾锦昭这样黯然失落的样子 他还是于心不忍 他握紧了手中的秦南沉香珠串 淡淡道 你才多大 怎么会懂得这些呢 平常人看是只能看到表面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但是有些事本身 是很复杂的 他并不能随心所欲 他也被很多东西牵制着 而政治斗争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诡计多变 他如果一个行走不慎 很可能会连累陈家百年基业 顾锦昭想不到陈彦昭会对他说这样的话 他沉默片刻 无论如何 小女要谢过大人报信之恩 时辰不早了 小女告退了 她转身朝门外走去 陈彦昀叹了口气 你带纸笔没有 顾锦昭的脚步顿住了 青蒲就外面献买了笔墨纸烟进来 江岩帮着陈三爷铺了宣纸 心里还觉得跟做梦一样 今天陈三爷这么好说话 他悄悄看了旁边坐着的顾锦昭一眼 这少女十分陌生 却显得格外明艳 但还从没有见过漂亮的如此娇艳的少女 正是春深日暖 海棠繁华的光景 简直像幅画般 三爷对内格斯条的态度也有些古怪 他原先应该是见过这名女子的 顾家顾郎中的女儿 三爷刚才向他问起顾郎中的事 无论这女子是谁 江岩都对三爷的做法不认同 今晚陈二爷就要从陕西回京述职了 三爷塞在这里耽搁下去 等到晚评恐怕就要天黑了 何况这女子张口就是山西正灾一事 实在不是什么普通的规格小姐 江岩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妙 顾景昭却看着陈三爷不紧不慢地磨了磨 占磨落笔 这信你让你父亲连夜拿去通舟 找通舱主事丁永墨 他们自知该怎么办 陈三爷想用通舟通舱的粮食来填补大兴的空缺 但这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陈三爷放下笔 通舱粮食储备有七十多万弹 只要不是战乱或者大规模的饥荒 是很少动用的 通舱的粮食是国本 看管很严 如果不是动摇国家根本的事 是不会开舱放粮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 如今除东南沿海偶有窩患 天下太平 是用不到通舱的粮食的 今年这雪下的大 明年收了新粮再入通舱库 到时候清除旧粮 会进入京城的各大粮食商行 把账目做好 就没有人知道了 他觉得顾锦钊的目光有些奇怪 又解释了一句 丁永默是我门生 不过你要让你父亲注意着 这信他看过之后 要是没有立即销毁 就要来告诉我 知道吗 顾锦钊点点头 突然问了句 您用左手写字吗 陈三爷笑道 怎么 觉得稀奇吗 他不是觉得稀奇 他是觉得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前世和陈三爷成亲数年 却未曾注意到 他是习惯用左手的 而且用得很自如 陈三爷写完放笔 将也立刻从袖中拿出一块 红丑布包着的刻章递过去 他在信纸上盖了自己的印章 才装进信封 递给顾锦钊 顾锦钊觉得这封信 有千金重 信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陈三爷竟然真的愿意帮他们 而且还写了信给他 这信里究竟是什么 他不会写了什么别的东西吧 本集播讲完毕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陈梅锦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追马 云天河雪月之下 第120集 张巨连这还是怀疑他了 顾锦钊胡逸地打量心风一眼 陈赛也觉得好笑喝了口茶说 不要觉得好奇想打开看 你们要是打开 这封信就无效了 丁永默是认得出来的 他虽然信任顾锦钊 却不信任他身后的顾家 他们对心风都有特殊的处理手段 是不是打开过一眼就看得出来 顾锦钊点点头 又行了礼 大人放心 这事定不会把您牵扯进去 大恩不言歇 大人也用不着小女帮忙 但若有需要的 小女和父亲都会尽尽全力帮您 既是帮你 也是帮我自己 没有什么歇不歇的 镇塞粮食的事 王璇犯若是没有做好 拖延山系旧灾也就无从谈起了 并非对他毫无益处的 他也算是帮黎明百姓一次吧 你也不用担保 若是你们把我牵连进去 陈家会不会遭受牵连我不说 但是顾家肯定是灭顶之灾 他笑眯眯的补充一句 江炎帮他披上大厂 他柔声向顾锦钊道别 走到门口去顿了一下 回头看着他问了句 你真的不记得了 夕阳西下 外面是青石街 残雪如盖 阳光竟然格外明亮 陈三爷的身影逆着光 神情的看不清楚 顾锦钊怀疑自己没听清楚 他问 您说什么 陈三爷笑了一下 摆摆手不再说什么 终于转身不见了松影 顾锦钊握着手中的信 只觉得十分糊涂 不过 父亲的设事耽搁不得了 他还是赶快回去为好 他随即带着青仆 坐马车离开的蓝西方 顾得招脸色凝重的 望着手中的信封 又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自己的女儿 顾锦钊喝了口茶道 父亲切莫问为什么 女儿这儿不好 把话说得明白 您立刻拿着这封信 去通州 找通仓主事丁永墨 他知道该怎么办 顾得招又皱了皱眉 这事可关乎父亲的生死了 这信你是如何得来的 里面有写的是什么 锦钊叹了口气 父亲不放心他是应该的 毕竟这封信的来历实在可疑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信的来历说给父亲听了 若是父亲不知这封信的重要性 反而透露了信息给别人知道 那更是不好的 顾得招听了锦钊的话 觉得十分惊讶 竟然是陈大人 你说他是因为文大人的渊源 想帮助我 父亲 这是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咱们顾家可有灭顶之灾的 顾得招点点头表示的明白 他素日和陈大人并无交集 不过每次见面行礼问安而已 陈大人也是一向汗手而过 连句话都没说过 知道正在粮食的事有了回旋的余地 他心里松了口气 但更多的是疑惑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他没有再多问什么 和顾阿爷说了几句之后 套马去了通州 第二日就要开粮仓 锦昭去给冯氏请安之后 就回了颜绣堂 给父亲做了几样点心 顾得招一夜未免 等事情搬妥后回到大兴 先到了锦昭的颜绣堂 他喝了口桂枝熟水 跟锦昭说 没有问题 盯主是看完信 当即在竹台上烧了 随后连夜找人运粮 这次先运了三万单 把赈灾的粮食对付过去 还有十万单分多次运完 就算只是三万单粮食 也够他们忙了一许 幸好丁永墨找的人 个个都是不说话 闷头办事的 顾得招还有话没说 丁永墨看了信之后 曾经对他说了一句话 陈大人帮您 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您和陈大人 竟然关系深厚到这种地步 以前倒是没看出来啊 颇有套近乎的感觉 顾得招觉得这事不太对 就算有文大人的渊源在 陈三爷这样帮他 也说不过去 通仓的粮食一向是最重要的 丁永墨又是个何等人物 三万单粮食一夜之间运完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 要是一个不小心消息透露出去 陈三爷很可能被张大人猜忌 他觉得紧招还有事瞒着他 但是想了想他还是没有问 长女是个极有主意的人 他瞒着不说 总有他的原因 他吃过点心又匆匆换上功夫 乘马车去大兴通舱准备运凉了 又下起大雪了 陈彦允抬起头 朝隔山外看了一眼 雪皱纷纷扑天盖地 旁大小四捧了盏大红袍上来 陈彦允接过 闯了一口 问了句 七少爷来过没有 小四恭敬地回道 来了一次 见您睡着就先回去了 说等下午要过来 请教您质疑上的事 陈彦允昨夜和陈二爷商量了很久 回来歇下的时刻已经是害时了 陈彦允恩了一声 让他不用过来了 致意的是去问他三叔公 再把那件白狐狸皮的斗篷给他送去 他书房里虽说不点炉火 但总要保暖着 陈家的孩子不能浇灌 他自己也一向不用炉火 冬天睡觉都是冷炕 再加一床薄被褥 小四应诺去办了 隔山外 北风卷着大雪 书房里却仅有更露的声音 陈三爷放下书卷站起身 走到隔山旁 静静看着大雪纷乱 厚重的门帘被陈役挑开 他几步走进来 在陈三爷耳边低声说了句 三爷 京城来人传话了 张巨连派人请他过内阁 陈彦允笑了笑 背马车吧 作为权力最重的地方 内阁看上去着实不太起眼 他位于左舜门内 在文华殿的西侧 往里就是私里见 大唐百里章长书案 两侧分裂六把黑漆太师椅 挂褐色暗文简筹漫障 正上又挂了块有得有点的匾额 四盏六方会八仙过海文的长明灯 如今这四盏灯正亮着 陈三爷冒着风雪跨进内阁大唐 并有侍卫关了大唐的门扇 他和两位大臣见礼了 才坐到了左手第一个太师椅上 旁边就是脸色铁青的王玄范 正对着穿官绿诱人袍的 身材微胖的华盖殿大学士梁林 站在长安面前的人说了句 燕云 你也该在京中置办个宅子 这雪又大 从完平来往太不方便了 这人穿一件仙鹤纹又任圆领袍 腰配一品大员所用的玉隔袋 中等个子 眼细长明亮 仿佛是个寻常的老儒 但长眉浓郁 定制人的样子不怒自威 陈彦允笑了笑 下官不爱往热闹的地方凑 觉得京城喧嚷 婉萍更亲近一句 张大人随即道 你的性子就是淡了些 身边也太清净了 他说完这话 就随意伸出手 旁边的鞭修 立刻将一只猪笔 踢到他手上 私里见 丙比太监冯承山 正坐在旁喝茶 见死就放下茶盏 笑咪咪道 哼 皇上的意思 咋这也说清楚了 张大人要是无事 咱们还有差事要做 就先离开了 张大人抬头看冯承山一眼 朱比在奏章上标注了披红 不紧不慢道 要请冯公公好生禀报皇上 老夫晚上再去看他 张大人做过敌尸 后来入内阁后才由陈彦允接任 封承山笑容一枪 随其拱手离开 张大人才放下朱比 看不出悲喜道 大型铜仓已经开仓 如今十二万弹粮食 已经从堡底运河 运往山西 你户部的赈灾银粮 也先拨下去吧 先赈灾要紧 他又对王玄范说 公布输郡河流的事先缓一缓 去年收成不佳 朝堂减免赋税 如今国库空虚 实在不是兴修水利的时候 王玄范随其站起来拱手道 下官 孙石涛还在下官那里 要是张大人需要 下官立刻就让孙石涛横石家中 张大人淡淡道 孙石涛自然是要死的 不过怎么死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山西的赈灾粮食已经运过去了 区区一个顾驾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即便是除去顾驾 对于长兴侯府来说 也根本无关紧要 王玄范低声道 此事并不寻常 肯定是长兴侯府暗中帮助了顾驾 不然那大兴二十万粮食亏空 根本填不上啊 下官也是说乎大意了 竟没有派人注意大兴通仓的举动 张大人冷冷的看他一眼 长兴侯能怎么帮顾驾 他们能凭空变出二十万蛋粮食来 况且只是为了顾驾 他们还不会动用到千户营喂仓的粮食 这事的确是你的错 你也不用急着认错 正好是要过年的时候 你在家里给我好好想清楚了再来说 王玄范不停应诺 抬袖子擦汗 梁李也站起来拱了手 张大人 这事却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 下官倒是有条灼迹 正是这个时候 江炎让侍卫通传了一声 有重要的事要禀报陈彦允 陈彦允走出内阁大堂 外面天色已经昏黑了 雪还下个不停 江炎递给陈彦允一封信 三爷出事了 陈彦允打开信封一看 随即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 袁仲如自杀了 里面不仅有五座验尸鹿 还有袁仲如留下的遗书 是今晨的时候 丫头进书房打扫 发现袁大人就挂在房梁上 等人放下来都僵了 应该是昨晚深夜商调的 还留了一封遗书 山西咱们的人得到了消息 立刻就传了过来 遗书也卷了一份 袁仲如是知道自己非死不可的 即便他逃得过这次 也逃不过以后 还不如死了干净利落 山西灾荒 百姓流离失所 麦儿玉女更是比比皆是 他在遗书中说自己 是十分悲愤绝望的 因为张大人想让他死 反倒连累了山西 几十万的百姓 他试过从陕西山东的一舱 调运粮食 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眼看着灾荒越来越严重 粮食价格一路飙升 甚至已经到了平价的百倍之多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要他死在政治斗争中 那还不如为了百姓而死 听说 袁大人死前还和自己身边的幕僚喝酒 曾说那还不如一死 至少能让张巨连放过山西的话 江眼带声音压得极低 袁大人死后 山西太原的百姓文之啼哭 甚至自发全程匹马手丧 老人孩子都出动要给袁大人送葬 派了官兵驱逐都没有 他原来以为袁仲如也是精于算计 贪生怕死之徒 原来人都是有大义的时候 陈彦云什么话都没说 把信放进信封里 转身走进内阁大堂之中 梁林还在说 陈彦云走到张大人身侧 低声说了一句话 又把那封信递给他 张大人没心微醋 却也没说什么打开信封 梁林和王璇犯都看着陈彦云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大人看完之后和尚信 依旧看不出悲喜 却对梁林王璇犯道 你们先下去吧 这事儿不必再说了 梁林和王璇犯秘密相去 最后退出了内阁大堂 张大人却叫了陈彦云说话 既然他已经死了 那就截留曹运 一速救民吧 也能比运河运送更快些 再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 快速动用私库银买粮食 运驾苏州和浙江巡抚平跳 抑制粮价上涨 实体就运送回京吧 也让他家人见起最后一面 袁仲如自义 要找个能安定民心的说法 陈彦云应了声 下官都知道 他转身准备离开 张大人叫住了他 燕云 陈彦云回头 张大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过了很久才说 我一向是想提拔你的 你应该什么都明白 陈彦云笑了笑 自然 他心里很明白 张巡连真是怀疑他了 本集播讲完毕 张巡连由六亿演播 陈彦由胡夕白演播 姜岩由面条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